大家好 宋宇好 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跟大家見面 去講一講關於我們香港交易所的一些產品資料 大家好 我是王 或者叫我Kanit都可以 其實今天會講的主題 大家都會比較關心的說一些人民幣的情況 其實大家對於廣交所交易所的印象 都會在股票的買賣 那邊會比較多些 其實整體來說 在香港交易所這個平台上面 可以做到的產品其實有很多 除了大家非常認識的股票之外 其實我們另外還有一個衍生產品的平台 在衍生產品這個平台上面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類型的產品 譬如主要我們有三個類型的產品 在我們的交易所的平台 有關於衍生產品的 第一個就是關於股票的領域 譬如大家都很熟悉的 也都聽過很多的 譬如恒生指數期貨 或者是H股指數期貨 這些都會在我們家的 現身產品這個平台上面 可以做到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 大家記得我們在LMZ 在過去的時間就收到LMZ 那之後就推出了一些 商品類型的期貨 那就為之第二類的產品 那就是股票 有商品 那另外其實有第三類的產品 可能大家有留意過或者聽過 那其實實質是些甚麼的產品呢 那或者是有些甚麼的工具 可以讓大家使用呢 那可能這方面的理解上面 可能不是很深刻的印象 那其實第三類呢 就是講一些 以貨幣類型的一些產品 譬如我今天所說的 人民幣貨幣其貨 就為其中之一類型的產品 那今天主要會有三方面 跟大家講一講其實是人民幣 這類型的產品 那第一樣就是 講整個人民幣的情況 的走勢是怎樣呢 那另外就是那個產品 產品當然是甚麼產品 那另外就是一些例子 一些個案 可以大家去參考一下 那其實在講貨幣或者是一些外匯 那其實是怎樣影響到一些投資者呢 那簡單來說 譬如你看看現在這幅圖 那就見到 假設呢 譬如說我做開一些美股的賣賣 那美股買賣呢 那就會去用美金去交收 那之後我譬如想轉去做A股 因為譬如說我透過互廣通的項目 都可以直接投到A股 譬如說是這樣 那可能你收到一百萬的美金回來 那就 預計就可以轉得到六百二十萬的人民幣 那因為其實就是一美金 對到六個二的人民幣的情況 那但是其實到如果 人民幣譬如升值這樣 那變成一美元就會對得六點零五幣 那因為這樣的情況 那譬如說 那個匯率就會影響到你一些預算 那就本身 可能是一百二十萬的 那就變成了 那就是只有六百零五萬的情況 那這個都比較容易被人理解 那倒轉的就是說 人民幣貶值 可能是自己買人民幣貶值 那情況是怎樣呢 那就是 就是說 預期可能是 可能是一些貿易商也好 或者是做生意的人 那他拿著一些可能在 或者是內地的貨款 或者是一些的投資也好 那拿到人民幣 那譬如說拿到六百二十萬人民幣 那就要轉回做美金 轉回做美金 不論是做投資也好 或者是交給一些海外的貿易商也好 那如果因為人民幣貶值 其實他就變相是要給多了 因為本身一美元就可以對得六個二 那到了人民幣貶值 就可以一美元就對得六點三 那變成他要多給了人民幣 才可以轉回做一百萬的美金 那其實對於無論投資也好 或者真的做生意的一些貿易商 其實都會 因為匯率的影響 美月對人民幣之間的匯率的影響 影響到他可能失去預算 簡單看你過去 猜測一下人民幣的走勢 我會很龍猛地說 其實大概是有三個階段 大概有三個階段 第一個其實你可以看到 在2014年的年初再數起 應該說從2011年到2014年 大概是三年左右的水平 你看到在幅圖上面 那一直都是往這個走勢去的 那就是人民幣 叫做單向升值的情況 那當時去到2014年年初的時候 都還在說 譬如說 人民幣有沒有機會 亦是破到六孫的 那就是在說 其實人民幣 可能是 他會對得到五個幾億人幣 那結果其實是沒有發生這件事 那反而就是在2014年的 二月中旬的時候 大家如果記憶的話 就是有一個貶值的情況出現 那就開始大家意識到 就是第一階段 那種叫做單向升值的情況 就已經完結了 那就 剛其實就是有一個 人民幣的宣告 就是說 將每日的波幅 那就是由百分之一 到百分之二 那就是擴大那個波幅 容許人民幣對美元這一個的匯量 是有多的波幅 有波動的 那我們要進入了第二個階段 要做雙向波動的年代 那就開始了 那你見到其實從2014年 去到我想是2015年 夏朗同志來講 就是第二個階段 那一路其實都是一個 動動的情況 就是雙向波動的 那有軟值 那也有升值 那其實去到 中間呢 有很多因素影響了 譬如說 是一般情形準備金率 或者是一些調整的 存款物質太多的未來 其實都影響了 人民幣的走勢 有一個波動在那裏 那再不像以往那樣 是單向那個升值的情況 那視之為 我們叫做第二個階段 那用不懂些說它 那去到第三個階段 其實在2015年的時候 你見到這條線 是沒有平衡日 那當時是講的什麼呢 如果大家記憶的帳 就是說會不會是進入 即是入籃 叫做 會不會是進入了 這個貨幣的籃子裏面 都有這一個的因素行 一路都其實 結了一個六個二毫多的 這個水平一路都維持了很久 直至到 直至到八月 我想大家這個印象 是最深刻的了 如果有人民幣在手 或者有人民幣資產在手的時候 突然之間發覺就是 在八月中的時候 就有一個比較大的波幅 那那個是 那一量的調整 是去到 單人百分之二 然後再多些少 你見到突然之間 就是六個二毫多的水平 一路去到六個半 甚至一路再去 你看到後面去到六個七 這些水位 那去到近期就好一點 去到六個半 六個四個八 這些水平 那 視之為這一個 的第三個階段 那其實 當中 如果大家 都有留意的話 在這個水平來講 即是說的是 第三個階段的時候 當時那個點子 其實都是在說 希望人民幣去 去進行一個 叫做 市場化的程序 還有 是做一個 令到 和人民幣的中間價 更加是 協近 市場上的 一些 無論是在岸 或者離岸的價格 你見到其實近期 都很多 過去的幾個月 有關於 會影響到人民幣會價 這個因素 在裏面 那你見到 我也有列舉了一些資料 在裏面 那譬如說 一個貨幣 其實一個貨幣 它 那個 我相信 很多人 譬如說 有做開外匯的經驗 其實都是類同的 譬如說 拿著澳紙 人員 甚至乎 或者其他的外賣 其實都會很類同 譬如說 以 一個國家的GDP 可能經濟因素影響 會影響到它的貨幣 另外譬如說 它的國家的政策 尤其是可能在人民幣方面 政策上的影響 都挺多的 另外 譬如說 它們在政策上的影響之後 會不會在 匯率方面的 改革方面 有一個 我們叫做 一個 本身沒有這麼開放的 一個市場 變成慢慢開放 的人時 在內地市場方面 也都會有一個 因素影響 那剛才我所說的 譬如說 存款 或者是一些貸款利率 都會有一些 因素影響 那人民幣 剛才所說的 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譬如是否入難 也都會有一個影響 那結果最後就是入了 那也是佔了一個 很重要的地位在裡面 那也會影響了 國際家去使用這個人民幣 還有究竟是 如何去 將這個人民幣 去擺入他們 譬如說 在國家的儲備貨幣裡面 那也會有影響的 那去到 真是去到過年之後 那其實整個人民幣的情況 那就 那就 所以大家可能 一直都說 面積的預期 那 事實上呢 其實你見到 過去這兩個月 都在六個半 或者六個十六百 這個水平 在一個區間上面 又在波動 甚至乎有一點 是升值一點 那 其實會這樣看 無論是升值或者變值都好 有一件事都是比較肯定的 就自從我們剛才所說 在第二階段之後 單向升值那個年代 真是過去了 那 那現在呢 其實我們都 看回一些報道 或者 就算扶貨人行都會說 其實 開始會有一個 相對來說 是一個 說的是 比較大小小的 商量波動的情況 那 有波動的 那當然對提商所說 無論是剛才是 貿易商 他們需要做一些風險管理 實話乎是說 即是投資者 其實對於一個 可能譬如說 投資外幣方面的 都可以做一些方向性的投資 那我想這兩類型 都會是 令到大家 會再關心 有沒有一些工具 可以是 去管理人民幣 對美金的一個 匯率 又或乎是說 有沒有一些工具 可以做到一些方向性的投資 那 其實我們的CE 其實 楊小嘉 都在他的網誌 裡面 都先後幾次提及過 關於整個 人民幣 或者是 整個市場上面的 一些看法 在我們網站上面 其實都可以看到 所以 我也鼓勵大家 如果有時間 都可以去到我們網站 就可以直接地 可以了解到 可能大家在媒體上面 看到很多的 講話 其實他裡面的理念是怎樣 其實都可以透過他的網站 可以去 了解到 那 他 看 1516年 都先後講了幾次 那 有件事說 是說 怎樣去 人民幣匯率 之後 就是說 越來越 有相向高度的時候 他都提醒用家 和投資者 有一個 叫做 是很安全帶的概念 那 就是有一個風險管理 就是當你擁有一個 譬如說你本來的貨幣不是人民幣 譬如你是用 香港人港幣 或是內地的投資者 他在用 這個 美元 他在進入人民幣 這個投資市場 就想想那個東西 就可以了 倒轉 其實就是說 當你是可能是 內地的投資者 在用人民幣 那 當他投出面的產品 的時候 也都是要做 那個風險管理的情況 那 再往後就講一個 國際化的思路 那就是 其實 希望香港家人所可以做到些什麼 其實 一如以往 香港我們這個平台 都是一個國際化的平台 那我們有不同類型的投資者 那我們有國際性的投資者 會在我們的平台上面去做交易 那 在滬港通的項目 其實都 實現了一件事 就是 進入了內地的投資者 在同一個平台上面去交易 那當然本地的投資者 就是各位 也是非常之重要的一環 那其實我們 希望建立到一個 國際化的平台 有本地 有海外 也都有 立地投資者 在同一個平台上面 可以做到我們說的 譬如 價格發現 或者是 這篇說的是一個人民幣的一個定價中心 的情況 那這個 希望我們未來 在交易所可以提供到 給市場的一個工具 或者一個平台 那最近 其實再講一講 其實未來 香港 在香港 究竟 可以發展的情況 會是怎樣 那這篇就是 近期 出了的 那就是說其實 在未來的時候 它就說 有三樣事情要做的 那我想大家可以 用後可以再看看 那其中一個 就是說 要建立一個 在我們現在所平台的 裡面 提供多類型的產品 也有說 今年我們推出的產品 會比較多 尤其是在現身產品方面 會比較多的一年 那 希望透過 去慢慢 投入多一些新的產品 也都豐闊市場 在我們香港的現身產品市場方面 除了大家聽過的 一些指數產品之外 那 在其他類型的 也都會有 多一些的發展 那譬如說 近期 在五月 我們也都會將會推出一個 我們叫SATA INDIANCE 行業的指數的期貨 那就會在五月頭推出 那我還會再講一講 其實 我們其實在第二季 都會推出其他的貨幣 對於人民幣的期貨幣 那 稍後我都會再講一講 所以其實 希望今年 提供到多類型的產品 給客戶去選擇 和希望提供到一個 具流通量的一個期貨平台 你可能問我 其實現在人民幣貨幣 其貨幣具體 例如說 這個產品 其實有什麼人 或者什麼類型的人 在用著呢 那 以這個圖 可以簡單地去看一看 譬如說 以剛才所講 持有美元的投資者 譬如說 透過互聯通這個項目 去進入 或者A股平台 那 美元 轉為人民幣 那當然它也是 剛才所講 有一個 那個 美元的人民幣 那個匯率的風險在那 那 需要一個產品 去做一個 風險管理 那譬如外地的投資者 他如果是 出過去外面 投一些的投資產品 美元的投資產品 也都會是 有一個 人民幣對美元之間的 匯率的風險在那 都需要一些產品去做管理的 那 可能都會問 那對於大家來講 人民幣 貨幣期貨 其實有些東西的 用途在那 其實都有不同的 龍途在那 譬如說 對於 你對人民幣的長期的看法 或者甚至乎 短線的看法 一些方向性的投資 那都是一個 比較簡單的工具 可以去做得到 那另外就是 你說 你的人民幣的資產 做一個 風險管理 都可以透過這個工具 去達到 好 簡單講講 其實這個產品的情況 那這個就是一個 期貨產品 就是以一個合約形式去進行的 那 合約的金額就是 10萬元美金 就是一張 那就以一個保證金 就是同一般期貨 可能大家了解的 指數期貨 都是一樣 以一個保證金的情況去做的 那 你見到那個報價 譬如說 大家如果比較熟識的 就 恆子的報價 就會是那個指數 恆子期貨 就是指數的報價 而以人民幣期貨的話 你會變成的報價 是六個多這樣的報價 那這個就是 以一美年去多少人民幣 是作為一個報價的 那 另外我們的合約月份 現在其實就是 說著 有八個合約月份 那最長已經是 說著 大概是一年 或者一年鬆少少的情況 那就由現貨月 去到三個 日月 接著去到四個月 一路都是會有的 那譬如說 舉例 現在是說著 我們有五月份的合約 那五月、六月、七月、八月的合約 會有 那接著就是 九月的合約 十月月、三月 和下年的三月和六月的合約 都會在這裏交易的 那現時交易的情況 就是由早上九點到四、五分 那中間就在貨備方面 沒有這個五優的 那另外在夜晚 都是可以做到交易的 因為本身呢 這隻產品已經加入了這個 夜市方面 那就是由五點到十五點到十五分 都可以交易這隻產品的 那一般的 剛剛所說的 八個合約月份 那最後的交易日 通常就會是第三個禮拜一 第三個禮拜一 就是最後的 這個合約的交易日 早上十五點之前 那如果譬如說 在當日之前 就是平倉的話 那就是一個 價格之間的交收 那如果譬如說 你是去到這個交易日之前 都沒有平倉的 那這個合約 就是可以有一個功能 就是做一個 盤金交收的功能 那意思就是說 需要是 以十萬的美金 去轉回六十多萬的美金 或者是六十多萬的美金 去轉回十萬的美金 因為這個是一個 可以做到 本金交收的一個合約 那現時 基本的按金水平 大概是 一萬五元人民幣左右 那就是講的是 十萬美元的合約 大概是一萬五千多的按金 就可以開到倉 做到一張 那現時 其實你看到我們 這個市場 有幾家的做市商在這裏 就是維持市場的流通量 就是他們負責提供買賣的價格在這裏 包括了匯豐 中銀 星展 永豐 工商 美林 和一間的外資的 叫做做市商的公司 那它維持著市場的流通量 那其實你看到 這七間的做市商呢 其實他們本身的背景都很不同 那這個就有利於他們的提供的價格 也有利於投資者的 也都剛才所說 希望街上最多的一個國際性的一個平台 希望有不同類型的投資者 有投資者 或者是屬屬商的裏面 你看到其實有不同的背景 有外資有中資 董永豐就是台資背景的一間銀行 也有利於馬 工商等等 那其實希望就見透到一個國際化的平台 因為他們對於人民幣的看法 其實都會不同的 那它可能有一間放一個買賣差價是這樣 另外一間可能就放另外一個買賣價在那裏 那變相對來說 對於投資者來說 那就可以爭取到一個最好的一個買賣差價在裏面 那也都是希望他們建立得到一個價格大影 還有說的是一個它競爭性的價格在裏面 那簡單說說 其實剛才所說 我們在家裡所上面的平台 就是很公開的 那你本身在我們家裡所 也可以看到價格 那在一些資訊供應商 或者透過券商 其實都可以即時看到那個價格的買賣 那實際來說 就是價格方面是公平的 價格也是很高的 那有莊家去維持流通 兩天宗所說的 7間的造資商在裏面 那現時呢 其實我們這個產品 由1、2年開始推出 那到現在3年多 至4年時間 那都維持過了幾好的市場深度 那其實那條隊 那買賣的那條隊 其實在8個合約的那份 都會有一定的量 那所以其實做一個買賣 都相對來說 是會比較容易些 那剛才所說 那這個合約是一個 按金 和保證金的合約 那所以就要拿槓桿的效應在裏 那你就不需要 真是給10萬的美金 那你就要一個槓桿的形式 就是15000元 那些人民幣 就可以開到倉 做到一張的合約 那當然買賣期貨 都要提到各位 那有一些東西要注意 譬如說開倉的時候 需要有一個保證金在裏 那如果那個市況的情況 和你預期是不同的話 那當然是有機會 是要給這個額外的保證金 在裏 要維持一個我們叫做 按金的水平 那當然也都要注意 買賣期貨 就可能有機會是全面虧損 也都是有一個槓桿的風險 那另外還會有很多不同類型的 譬如市場 外匯 流通量 政策方面 這些都是要考慮的 那所以其實 做一個投資之前 那當然要考慮清楚 那還有跟專業的 譬如騙商方面 或者很喜歡人士去了解 那簡單說一說 看看 剛才我所說的那條隊 那條隊就是這樣 你看到就是 有一個買買價在那裡 你們可能一般看股票都一樣 都會是買賣雙方的價格在那裡 一直這樣侵應那個 價格去做一個 matching 做一個交易的配對 那你看到 譬如合約現在就維持著 大概可能是 十點指去到三十點指不等 那個差價在那裡 那一個點指就為之 是0.0001 四個小數點 為之一個的點子 這樣看 看回其實 我們發展這個 人民幣企發市場 都是 叫做 循序漸進去做 因為其實以往 我們看回 家庭所提供的產品 都是以股票來的 比較多的 那在貨幣類型 或者是外匯這種類型 確實是比較少 或者是 人民幣方面 更加是第一次有 那所以其實在一二年的時候 其實波動不是很大的 人民幣波動不是很大的時候 我們推出的時候 其實一直都是 市場上面慢慢消化 慢慢去的了解 那你見到其實 在一五年 一二一三一次 一五年 一五年 每年其實那個量 是越來越多 去一六年的第一季 更加已經是 每日的平均的量 大概是三億美月 那個交易 每日交易的情況 以一個明治金牙去看 這個其實都是因為 剛才我所說 去年的八月開始 慢慢越來越多 無量來說 投資者也好 或者是貿易商也好 會發覺 人民幣的波動是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 對於有影響 對於自己是有影響的一件事情 因為可能有些人 是拿著人民幣的資產 那確實是需要做一些風險管理 或者是做一些貿易方面 真的 說到會失去預算 會失去預算 因為人生肯定是貶值 而令它失去預算 那情況會是這樣的 你見到現時 我們不同類型的投資者 會在市場上 例如在一些 省會投資者 或者是一些 智營的交易公司 或者是中小型的企業 甚至乎是一些 基金 或者是一些大型的公司 都會在市場上參與 其實不同人的參與 都可以在同一個平台上做 我們就希望 建立一個開放公平公開的平台 給不同人的投資者 都可以做到 你見到這個 就是我們說的 現在的交易量 和持倡量的分佈 那這個怎麼去理解呢 這張圖 你見到很多顏色 有不同的部分都在 其實 我們的人民幣貨幣貨貨貨 如果大家有 建開一些國際上的 這些我們叫Fx Futures 就是外匯的期貨 有一個比較不同的情況 就是我們本身那個平台上 交易的八張合約 其實每一天 都基本上 八張合約都會是有交易的 那同一般在外匯的期貨 國際性上的 外匯的平台 主要集中在 可能在255月的情況 有少少不同 那這個都顯示了 其實 有不同類型的人在 就是可能有些 短線的投資者 會在裏短 甚至是一些 可能真的要 在長時期 來做一些 風險管理的 一些實質性的貿易商 亦都會參與 所以你見到 其實每一個月份 都會有一個 交易量馬持倉量 這個就是 看那個數據 令到 大家明白到 其實是有不同類型的人 因為我想 一個健康的平台 或者一個好的平台 是需要有不同類型的投資者 在裏面 才可以令到整個市場 可以發展 剛剛所說 就是我們在第二季 就會推出一些新的產品 因為現時 其實由一、二年到現時為止 我們都是只有一個人民幣企貨 人民幣企貨 人民幣企貨 就是所說的 裏面包括了 是歐元對人民幣 日元對人民幣 澳元對人民幣 這三隻就是 外幣對人民幣 另外還有一隻 就是人民幣對美金 這個就是 剛才所說的 美元對人民幣 反轉了的一個企貨 那我先說 那我先說 頭三隻就是 歐元、日元和澳洲紙 那這三隻 其實同現時 或者同現時 我們美元對人民幣 有甚麼不同呢 那我可以說一說 剛才所說 美元對人民幣 那一隻的貨幣企貨 現時就是 這十萬美元 作為這個定合約金額 而現在所看到 譬如歐元、日元和澳洲紙 那個每一個合約的金額 相對來說是會小一點的 那就是 大概是一半左右 大概是等值五萬元利金左右 那個水平的 那所以你見到 其實這三隻來說 是相對來說 那個尺寸是會小一點 那另外就是 它是以人民幣現金結算的 那剛才我所說 美元對人民幣那一隻 是有少許不同 因為剛才我所說 美元對人民幣那一隻 那一隻 就是可以做到貨幣交收的 那意思就是說 可以是整個的合約金額 是作為去交收的 最後 那但是這一隻 這三隻就是 會以現金結算的 那就是不需要 去真的拿歐元去對人民幣 或者人民幣去對歐元的 那只是需要以人民幣 作為現金結算 因為其實這三隻的報價 都是以幾多個外幣 對 每一個外幣 對幾多的這個人民幣去做 譬如說歐元就是 每一個歐元 都得人民幣 日元就是每百日元 都得人民幣 澳元就是 每一個澳元 都得人民幣 全部都是以人民幣的報價 的形式 就是頭三個 那就是 另外第四個就是 一個叫做我們 反住了的一個期貨 什麼反住了 就是反住了那個報價 因為原本就是 美元兌人民幣 每一美元兌人民幣 對多少人民幣 額佈 這個就是 以每十個 人民幣的單位 去對多少美元 譬如說 第一次就是 現水平大概 可能是1.5 這個水平 這個情況會是怎樣呢 就變成以美金 作為一個 結算單位 跟現時所說的 美元兌人民幣 是以人民幣 作為一個 結算的單位 就有一點不同了 那麼 如果這一隻 人民幣 對美元的期貨 就變成了 就是以美元 亦都不需要 剛才所說 本金交叉 亦都可以是現金結算 那單位方面 30萬人民幣 就相對於 現在是會比現時的小 還有也是可以 用美金 作為補證金的 剛才所說 那隻的產品 就需要以人民幣 作為補證金 那這隻就是以美金 再補證金的 那詳情呢 就可以留意我們網站 都會有更加豐富多的資料 關於我們這四隻的新產品 那現在講一講 一些運用的例子 那是怎樣去 其實實際上 譬如說 我了解這個人民幣 有這個產品在這裏 那實質來說 買賣方面是怎樣去看呢 那剛才所說 那個報價 是六個多個報價來的 那假設 例如說 你見到一個六月份的合約 假設是六個半 那樣 如果人民幣升值 升值應該會怎樣呢 那報價應該是由六個半 那可能假設是六點四六 那就為之是人民幣升值 為之人民幣升值 那個報價的改變 那你見到這個數字 就是由大變小 那這樣就應該是做空合約的 如果你的預期是這樣的 那就做空合約 譬如說 舉例的配分合約 你看到六個半到六個四個六 那六個半開倉 那就做短倉 即是做空 那然後就六個四個六 一平倉 那就會有一個黃利 那麼 反過來 那如果是 說的是貶值 貶值的時候 會怎樣呢 那就是價格呢 就是六個半 那就變了 那如果 上了去 那六個五號四 就為之是人民幣的貶值 那個情況 那也都是 六個半去開倉 那麼就開長倉 那跟著呢 因為 那個數字是上升的 那就是開一個長倉 扣入一個合約 那然後就在你 濕水價格裡面平倉 那也都是會有一個黃利 那當然 剛才這個例子 就還未計及 一些的洗費 或者是 講的一些 功夫效應 和一些風險因素 在裡面 歷史上面是怎樣呢 歷史上面 譬如說我剛才運用這個 長短倉的策略 那可以是怎樣去理解 或者是怎樣去做呢 那你見到 譬如說是 以14年的時候 14年的時候 你見到 我們那個 人民幣的情況 就是 先先 就是由 6.12多 你看這條線 其實就是 我們一個叫 14年的時候 在1月去到12月 這個合約 因為其實 十月這個合約 在14年1月 已經可以開始做買賣了 那這個 藍色的線 就是在講 那個合約的價格 合約的價格 來的 那價格就 有升有跌 因為本身人民幣 在14年就已經進入了 剛才所說的 雙向波動的年代 那先做長倉號 做短倉的話 那就會有一個 的獲利 那這個就是 那個情況 那當然如果是 相反的 那就會有虧損 那所以大家也要留意 其實 如何補足 這個雙向波動的情況 那也是可以 運用到 一個比較簡單的工具 去做 那你就不需要 可能真的實質去 做一個 很大的本金投資 那就是需要用一個 提供合約 就可以運用到 共方效應 去做一個投資的 那到現在 短線的情況 會是怎樣呢 剛才我講 在8月份的時候 就有一個非常之大的 變革 那就是 突然之間 日文幣可能是 因為 就是 剛才所講 市場化 希望 希望這個市場化 那個情況 那就是 在早上的時候 都還是6.35 這個水平 那去到 下午 或者去到 晚上的時候 已經去到 6.50多的水平 那接著 第二天都會是 這樣 那就是8月11號 和12號的情況 那如果 做一個 短線的策略 那這個情況 就可以做一個 長倉的策略 買一個合約 那也都會 有一個 這個就是 歷史的例子 那就是 當時 在兩天之內 有一個很大的潛度 那去到一些 案例上面 那剛才所講 都是一些 一些方向性的投資 就是你可以提升值 或者貶值 或者是一個長時期 或者是一個 短時期 因為這些 政策上的影響 而有一些 的 人民幣的波動 令到你可以 從中去補充一個機會 那如果 那如果說 是 一些的 譬如說 你 做 A股美股之間的 一些 情況 一些貨幣上面的 改變 那又如何影響到呢 以這個例子來講 本身是人民幣 620萬的人民幣 對 100萬美金 那 可能你在 人民幣 在內地 譬如投資A股 有一筆錢 那之後就 要轉回到美金 可能去投資海外的商品市場 也好 或者是投資海外的產品 分以美元價格去做的 那 本身 620萬就轉了 做100萬的美金 那 然後100萬的美金 就 投到海外了 那 那100萬的美金呢 那 你 投了 那個產品 那 就獲你的 那獲了2萬元 那就變成102萬 那 但是人民幣的匯率 就是6.2.6.0 如果是這樣 你會見到 其實這個情況 就會是 本身620萬 變成100萬 100萬 就給102萬 那是賺錢的 那但是 反過來 因為其實匯率的影響 令到你人民幣 就變回617萬 那 其實就是說 就算看適合了海外的市場 會回來 變回 那個人民幣的時候 就會因為 會被影響而少了 那 那些做生意人 都會有這樣的影響 那 那 同樣的情況都是這樣 但是呢 如果是 用了 人民幣期貨 賣出了人民幣期貨 然後再平倉的話 那就可以透過人民幣期貨 去獲利回 17萬 然後 去 叫做 賠出了620萬 現在就變成634萬 那這個就是 變成可以做到一個 自助於 風險管理的概念 那你用人民幣期貨 去對沖到 那個 價格的影響 那如果沒有用到 就變成 相對來說最後 反而你在 外地市場 其實原本要獲利 就變成一個虧損 那如果你利用了人民幣期貨 就可以做到一個 風險管理的情況 那變成就 其實這個利潤呢 就是應該你是獲得的 因為你是 由100萬的美金 變成102萬 其實你是有2萬元的 進帳在那裡 那其實這個 期貨產品呢 就是保住了 你 本身 不受到這個 外匯的 因素而影響的 好了 再來呢 就可能是一個 的 切身一點的例子 那譬如說 說的是一些人民幣的存款 那樣 那情況又可以怎樣運用 或者可以有些什麼 模擬的例子 可以看看 那舉個例子 譬如說 2015年6月的時候 你有60萬的港幣 那很多人都覺得 人民幣 希望做一個高息 要定存 那就轉了做 人民幣 那當時呢 一說完 就對大賽是 0.8人民幣 那就由60萬 那就變成48萬的 人民幣 再做一個定期存款 那就 定期存款是3厘的 那這樣 那就拿到7200元 的人民幣 那之後呢 就去到11月的時候呢 就 變回做 這個 港幣 那當時 已經是 一港元 就 變成0.8288 那就是要 多一些人民幣 才對回做 港幣的 人民幣 那變值的情況 那最後呢 那本身你是60萬的存款 就變成了58萬多 那 那人民幣的貶值 就令到 利息呢 就不能夠抵上到 那個賠金的損失 那在這個情況呢 那你可以 看看 人民幣貨幣條款的幫助 那 那假設是 買入一張 的 人民幣貨幣條款 12月的合約來的 因為6月的時份呢 6月就是2015年6月 其實你可以選 不同的合約 那譬如選了一張 12月的合約 那當時就是6.2809 這個價格 那之後去到11月的時候呢 因為人民幣貶值 那那個 期貨的合約呢 就是6.2809 就變成6.4438 那當中就有一個 人民幣的獲利 那同樣 那個人民幣的存款 都會變成這樣 那另外就有一個 因為期貨方面呢 做了一個風險管理 那結果最後呢 結果呢 變回港市就是 60萬千千多元 那 那個利息呢 就得以 不受這個 人民幣貨幣的影響呢 現在呢 可以透過我們的 交易所網站呢 在人民幣貨幣呢 已經是可以有一個 實時的數據在那裡的 那意思是 因為一般的 期貨合約呢 你會看到它會有一個 延遲的 在我們交易所網站 在一個延遲的 中間 那因為這就是 新的產品 也都希望多些投資者 可以實時 可以看到價格 那所以其實 在我們交易所的 網站呢 已經是可以看到 這個實時的數據 在裡面 那所以 如果大家想 了解一下那個價格 現在是什麼水平 在這八月 這個月份 那個情況的話呢 那就可以去到 我們交易所的網站 www.hkex.com.hk 那其實呢 就已經是可以 看得到 實時的數據 那另外 想了解我們 多一點關於 交易所的資料 就可以透過微信 vchat 可以關注一下 我們這個微信號 那每當我們一些 新的資料 關於 無論是新的產品 或者是 我們交易所的一些 新的情況 都會透過這個微信 傳單給大家 如果大家有 興趣 都可以 加入 關注這個微信 的 那這個就是 我們的 產品的網站 那裏面有很多很多 關於 關於 的 產品的資料 或者是 貨幣的貨幣 還有一些合約 的情況 那裏面 都會有 相關的資料 在裏面 那裏面 是一個剛式的投資 來的 那大家要注意回 當中的風景 如果譬如說 以人民幣來說 都要注意回 國外風險 政策風險 其他領域 都要關注一下 那所以呢 如果 做了投資之前 都大家要審慎一點 還有要 具體地 找回整個 投資的情況 是不是 適合你的投資組合 那也都要 和 譬如 主義人士的電商 或者電商代表 去看 那裏面可以去運動 這個貨幣的 貨幣 那 希望今天帶到 這個訊息給大家 就是 主要的訊息就是 其實想 大家知道 就是 其實在交易所的平台上 有很多 不同的產品的 而在貨幣的 產品 以人民幣的產品 我們仍會有 人民幣的貨幣 大家可以考慮 那往後 在第二季 亦都會將推出 多一些的人民幣的貨幣 所以 希望大家 每次留意著 都要關注我們 在這個 類型的產品 的發展 那 多謝各位 謝謝 請問一下 各位現場校 有沒有任何的問題 是想問CANIF 關於這個 人民幣的貨幣 如果有的話 就可以 如果你寫了問題 就把問題指 給我們的分行職員 不然 你就可以這樣 舉手問 都可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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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有沒有 麥克風給他 有 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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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你 人民幣的貨幣 本金 是否 港幣 又可以 本金 是 人民幣 又可以賣 那是 按金的情況 是嗎 其實 剛才所說 我們本身的 這個合約 就是以 十萬美元 作為一個單位 買賣 那就是 人民幣作為買賣 所以 一般 會以人民幣作為 一個 交按金的貨幣 就會以人民幣去 即 交那個 的按金 至於 你說 是 券商之間 因為就是 融資貨商之間 都可以 看看那個 具體的貨幣 交按金的情況 但是一般 在交易所來說 這件事 就是以 人民幣作為 一個 按金的交手 人民幣 除了掛歐 港幣 或者美金之外 可不可以掛外幣 用人民幣 這件事 我們的合約 正如剛才所說 就是 美元對人民幣之間 一個匯率的 一個起伏 那往後 就會說 就是 歐元 或者澳市 或者人員 對人民幣 那暫時沒有港幣 這個 的 在那裏 全部都是以人民幣 對外幣這個 價格作為買賣 的 好 另外也收了一些問題想問Kennick 就是剛才你說到美元兌人民幣 例如10萬元就是15000元的保證金 是的 如果你剛才也說了一些歐權 日元和澳權 貨幣大約是50000元的美金 那那個保證金有沒有不同呢 數目 對 其實美金的計算 這個情況就是看兩個貨幣之間的波幅來定 現時的水平就是說 美元兌人民幣大概是 我們的行業金額的2%到3% 你去看其他貨幣 當然 其他貨幣以近復的表現來說 相對來說 相對來說 比起美元兌人民幣 都會是高峰一點的 所以如果以百分比來說 以百分比來說 可能會不是2%到3% 可能會多一點 但是因為合約的金額 亦都是調低了 剛才所說 十萬美元的合約 大概是15000多的人民幣 所以 它在作為是2%到3%到3%這個水平 那麼 新的合約 就算可能你說 說的是那個的 百分比高一點 但是因為那個的合約金額也算來得小一點 所以如果一張開倉的話 情況應該是會比現時 15000多為之低一點的水平 但是具體的那個的按金水平都要留待 當我們得到監管機構欺准了這個產品之後 就會向市場公佈大概那個的按金水平 這個都要視乎當時這個貨幣 在這些波幅的情況下去理應按金水平 好 那另外呢 第二位的現場客戶就想問一下 怎樣去確保那個裝家作價的V底 現時呢 其實我們就是有7個的試用裝家 他們都有一個報價的責任在 那他們現時就會大概是說報價的水平 就是由30點子去到可能是50點子不等的 因為因應不同的合約份 他們可能會有所調製 當然我們裝家的規定 就是他們需要有70%的時間 需要在市場上去做的 那現時我們看回其實交易的表現 即是說無論裝家也好 或者是因為除了裝家會擺價之外 也會有其他不同的投資者 或者用家去擺價的 那我們看到其實整體來說 去做到買賣那個價格 其實一般都是良好的 那所以其實我們現在都會是 會密切地跟各國的裝家去聯絡 那看回他們盡量在市場上 而是放回這個價格在那裡 那你見到剛才顯示的那條隊 那條隊也包括了一些裝家在那裡 也包括了一些用家在那裡 那所以越來越多投資者 或者不同的投資者去加入這個市場 那就會公佈到市場上去的那條隊 那交易費又怎樣算的 交易費呢 現時美元對人民幣之間的交易所收的費用呢 那就是8元又不算一張的 8元又不算一張的 那接下來的交易費走勢 你又要怎樣看呢 其實呢 照於交易所來說 我們都是建立一個平台 建立一個平台 希望不同類型的投資者可以進入的 那所以其實你說無論是貶值 我們同學所說 相向波動的年代就是會越來越大的 那未來來說呢 我們希望投入這個平台 可以無論你說是 升值或是貶值都好 都可以幫助投資者去做一個 很好的負擬 那所以我們其實對於 你說升值或是貶值都沒有任何看法的 好 麻煩你了 那再一個現場客戶是有問題的 想問Kennick的 好 那多謝Kennick 非常詳盡的解釋 好了 今天來到我們的下一個環節 那是有第二位的講者 那是有維尼基金ETF的業務創始 高級副總裁業務文博士 在我們當中就會分享這些ETF的資訊 那大家在禮物袋裏面都會見到 就是這條金磚 那是由維尼基金送出的 那如意大家在接下來的一年 都會賺很多些錢 還有他都會講一些黃金ETF的資訊給我們知道 那我們有請Kennick 就和我們分享這些資訊 大家好 那首先和我面前的朋友 阿蘇傑夫先 那我知道其實在這裏之外 其實後面都有一堆朋友坐在這裏 今天是7月6日 炒了五天了 星期六都上來 其實都是想學習的 那我就覺得 那今天才可以的呢 那就一定是有支持者 所以剛剛Kennick說了 那今天除了我帶了一些很有用的資訊給大家之外 我拿回二頭先 就送我金磚給大家 那大家在袋裏呢 都見到今天有我們維尼基金 特地訂製的金磚型錢丫 就送給大家的 那金磚呢 就送不到了 那你知因為監管條例 我們就不能送超過一定限額的禮物 那金磚型的錢丫呢 就OK的 那希望大家就記得拿回家 就放在你的書桌 或者放在你的布架機附近 甚至放在床頭呢 都OK的 那拿回二頭 那我說沒有人喜歡金磚的嘛 那今年呢 就希望大家 就賺到盆盆盆盆盆盆 而我 開始 講的一件事呢 有一個好消息的 甚麼呢 那我一月又做過講座 二月做過 三月做過呢 那我每次見到大家的面子都不同的 那一月的時候呢 就面子就 就好像夏天一樣的 那二月呢 都不是好很多 三月呢 開始好一點了 到四月了 今天笑聲牛了 那周圍都開始有個笑容了 當然不是一個非常好美的年子容 但是呢 都比年頭時好一點了 那而我們衛利基金也都覺得 這個很重要的訊息就是呢 今年最壞時候呢 我們覺得已經過了了 港股 A股 我們都認為今年最壞時候已經過了 那為甚麼呢 那待會我就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當然啦 我之後呢 就有個阿族嘉賓 阿霍術出來 那他更加會去將 他的訊息 或者股市方面怎麼看呢 就強調一下 而我今天講甚麼呢 大家會見到 燃光望前面 或者坐在後面的朋友看不清楚 不要緊要 其實我們呢 我今天所講的每一句 每一字 或者等一下 在電視機前見到的東西呢 已經將它打印了一份彩色的講義 給大家 在你們的袋裡 那 不要緊要坐得遠的 可以一邊聽 一邊看著小冊子 都可以 如果你覺得了 只想看著我聽話都可以 那回家呢 就慢慢再跟回 今天的過程都可以的 那好了 那今天提到就叫做 價值A股幅反彈 黃金大時代 那其實呢 我來之前 大約兩個星期呢 就想著 不如只講一下金而已 因為我覺得呢 金是今年一個 非常之 好的投資部署 除了分散方法之外呢 就是什麼呢 就是容易看通看透 那有些投資者說 不是喔 金很難炒喔 很難買賣喔 其實 在今年這個情況之下呢 其實買金 比買股票呢 是簡單很多的 其實買金只有一個道理而已 我稍後會解釋 所以啦 但是 我看到我按一下股市 即是上班 二萬一二萬一以上 就好像開始穩盡 還有一些不利因素 就好像已經過了 加上剛才說過了 我們認為今年的最壞時候 已經過了 所以呢 我特地加了一個課題 叫做價值 A股 就放反彈 所以這個是後加的題目 好了 事不宜遲開始 我們今天的課程 OK 那我剛才說過了 那最壞時候已經過了 那為什麼呢 是有論點的 那大家記不記得 一月二月的時候 那時候市那麼差 是有什麼因素 令到市 是變得那麼慘 幾個因素 第一就是 當時大家很擔心 人民幣會貶值 是不是 那現在好像 我已經很久沒有聽過 一些投資者 或者一些客戶的朋友說 很怕人民幣會貶值 好像沒有了一件事 你們有沒有怕過 一陣子 好像沒有了一件事 為什麼呢 不當人民幣不貶值 只不過是大家已經 習慣了 已經接受了人民幣 是會慢慢貶值 因為中央政府已經再三強調 人民幣不是沒有貶值基礎 而是那個突發性的 很大的突然間貶值 所以大家覺得 OK 接受了 所以大家已經沒有再擔心了 第二的原因是什麼 記得商品油價年頭的時候 有多少次呢 二十幾三十元而已 現在了 經過這幾個月了 油價當然可能在 中東方面很多 還有一些未談得到的事情 但是 油價都站穩在三十幾四十元左右 當時油價二十幾元的時候 大家擔心 哇 影響了環球經濟 令到全世界 不同國家都可能會受影響 但是現在油價 又相對穩定了 所以第二個 之前影響股市因素 也都開始 就走了 而第三 當時大家擔心 就是美國 聯儲局 加息的速度 會很快 因為十二月底 加息之後打鏡 會不停加息 會不會好像 04年半年加六次息 那之後有沒有加過呢 近來 又沒有 那只不過有空 有些人 沒有投票的人出來 又說說 可能會加 但是整體來說 是不是現在 美國的加息步伐 仍然是很慢 所以 之前大家擔心的 一些不利因素 不見了 市場消化了 所以 為什麼我們覺得 其實早前 令到股市做得不好的原因 已經不見了 加起來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美金 在十一月開始 其實美匯指數 由上一十一月 已經一路一路滾下來 這個最大影響的 就是令到很多資金 由新興市場 應該由美國 流回到新興市場 只是三月 那一月大概有50億美金 流了進去一些新興市場 國家 例如印度 印尼 泰國 韓國 這些新興市場 而這個趨勢 是會繼續持續的 因為現在美國 還沒有一個很明確的加息指標 所以我們覺得 其實 一些不好的因素 已經過了加起來了 現在中國 自從兩會之後 很明顯 其實中國 繼續是很強調 要去保住股市 希望透過一個正常健康股市 去改動經濟 而大家也開始接受了 保不了6.9 6.8 不是太大問題 大家都知道 中國現在已經是一個 經濟轉型期 由年頭 大家不接受 中國經濟轉型 說要很久已經開始覺得 OK啦 中國真的要轉型 外需已經不行了 要開始來需了 這些是大家的投資者 要慢慢消化了現實 現在已經去到4月底 距離去年的大時代 過了一年了 大家已經不會再 當然有少許其他 但也不會想過 今年會再出現 多一些 大家已經覺得 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算了 過了去 我們展望將來的時候 就會接受現實 所以大家現在開始看回 OK 究竟是怎樣 加上 今年其實有不少好消息 可以衝頂的 大家知道 深港通是一個 深港通會有一個憧憬 而另外一個 在A股方面 一個很大的 對國際投資者的憧憬 就是MSCI 究竟有沒有機會 再次 真是 今年6月 可以立入A股 立入一個 新興市場指數 而這個 我個人認為 其實對真正的 資金流影響 不是太大 有研究部說過 如果A股 真的被MSCI 拉入它的國際指數 其實可能每日影響的資金流 都是200億人民幣左右 這個對 其實整體 中國的A股市場 那個影響性 不是太大 但是是一個非常之大的 象徵式意義 為什麼呢 現在 好像我上個禮拜 在台灣回來 我見了很多機械投資者 一些壽神公司 他們覺得A股已經是 非常之吸引 股值低 現在信心 沒有這樣的問題 為什麼 簡直從一月頭 融掉機械 就是玩了四天之後 沒有再玩 跟著又換了 投資運出來之後 好像整體 A股已經沒有再出現一些 令到國際投資者 即 那是有很多 的措施 這個是對國際機械 是很重要的 因為他們去投資的時候 是要看清楚 究竟 中國政府 或者中國政府 在政策方面 怎麼行的 現在整體來說 穩定了很多 是差一樣 是什麼呢 就是信心 是有一個誘因 令到他們覺得 真的要再次投入A股 而MSCI 將A股 納入國際指數 而這個 是一個非常大的誘因 而不是一個說 影響資金流 而是影響信心問題 當然現在很多 背告都說 可能都是一半一半的機會 但是其實MSCI 是有條尾的 每年他說 一定是六月的時候 公佈這個結果 今年不同 他說其實 除了六月之外 其實有機會在今年任何時候 都可以把這個消息公佈出來 所以現在 我們大家 上兩個星期 還有憧憬說 深廣東 可能在五月頭 六月頭 或七月頭 回歸幾年前去公佈的 我會覺得 今年 深廣東 是會通的 深廣東之後 然後 MSCI 拉A股進去 國際新興智能指數 也都是機會大於上面 所以整體來說 其實市場上面 是有不少好的消息 是可以憧憬A股 繼續做好的 加上我們看到 A股現在 企運在二千九 三千點 當然上牌由三千 尾 突然一天 跌了兩幾三十分 下來 但是沒什麼問題 因為現在 整體來說 在二千九水平之外 都有一個穩健的水平 只不過是差點有因 差點剛才我講的 一些利好因素 令到市場再次 將A股的氣氛大動 所以 我們覺得 未來的一兩季 大家可以開始 部署A股 那怎樣部署 在我們個過的經驗來說 當A股每次出現 超過兩成的大條之後 如果A股真是足底 而加上A股真是反彈的話 原來一些價值的A股 他們過往表現 是很大機會 是跑贏大盤指數的 那什麼叫價值股 那當然是一些 譬如股值低 太食好 或者一些 他們有質素的公司 那你們可以怎樣選 如果你們說 我信了 葉先生信為你基金 說A股真是開始反彈 有機會可以做個部署 那當然你們可以 自己做功課 去選一些價值股 聽一下郭Sir說 或者聽一下分口 跟你一些介紹 但是簡單來說 其實可以透過一些ETM 去做一個部署的 我相信大家 都有買過不少A股ETM 在場的朋友 應該有買過 222 200 223 甚至3分47 或者3095 現在香港其實 是有超過40隻 不同的A股ETM 它追蹤不同指數 例如A50 H338 價值指數 創業反 原來其實 在這麼多隻ETM裡面 只有一隻 就是3095 它是全球唯一一隻 可以追蹤A股的價值股份 我剛才說過 如果A股真是反彈的話 在很多年的數據都顯示到 每當A股反彈的時候 價值股它的表現 是比大市做得好的 我準備了一段片給大家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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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於時代上一本A股ETM 去美加製中國A股ETM3095 通過為你動作的選股方法 減少50隻公式 見優質A股總為指數成本股 只能補足A股上升前來 以及考驗大市 現在你口頭的證券戶口 賣賣3095 或照片價值ETM投資轉線 2140 D628 這個很簡單的一個 我們之前的電視廣告 其實 我可以再跟大家解釋 解釋清楚究竟這個價值 A股ETM3095 是什麽 和大家平時買開的 A股ETM的分別 不如先做運動 有誰現在 你的盤裏面 或者你的account裏面 是有坐A股ETM的 有222的 有人舉手 一個 其實真的不少 那為什麽你們會用222 去補足A股 是否因為 你們只知道 有A50指數 或者你聽得多 如果我想買A股 就拿202去做 那沒錯的 因爲在這麽多年來 在上年之前 香港真是主要來講 只有A50 是可以給大家去捕捉A股 很簡單 那這個小姐 你買A50 那你知不知其實A50買了些什麽 我不知道 其實很慘 不要笑 笑人那個我問你 可能都不知道 我簡單來說 其實A50是什麽呢 就是透過一隻ETM 買全中國最大50市值的A股 所以叫A50 好簡單 你透過222 你便可以買到全中國深圳上海 最大的50隻市值的公司 那我問多個問題 那最大的50隻 是否代表最好表現呢 不是喔 那怎麽呢 那你有辦法 你明知不是 但你又買了 就因應這個問題 在上年3月底 我們衛利基金推了3095 就是解決問題 我們發覺 原來 在A股市場裏面 你去透過一個價值投資 去挑一些優質高息 股值低的公司的話 是有機會跑贏大市的 而這隻3095 在去年推出現在的年紀 剛剛就拿了去年最佳新的ETM 和最佳叫聰明βETM 那最後一項呢 就不用多說了 我不如講一講 究竟這隻ETM是怎麽做的 剛才講過了 那A50呢 就買全中國最大50市值的股份 然後3095呢 就透過現在變成一個選股機制 就在A股市場裏面 就選擇一些派息高的 質素好 未被市場分析師過分吹捧過 和股值最低的50隻價值股 而去做出來的 簡單來說 你透過3095呢 就可以選50隻價值股 而買222呢 就只有50隻大股 那究竟有什麽分別呢 結果在這裏 在過去十幾年 大家看到這條指數了 綠色呢 就是3095 價值A股ETM追蹤的 富士價值A股指數 而藍色呢 就是222追蹤的A50指數 那綠色呢 在過去十幾年 從2005年開始呢 是大幅跑贏A50的 那為什麽會這樣呢 首先我剛才說過了 那綠色線呢 其實是透過一個選股機制 去選出50隻優質股 而藍色線A50呢 就是只不過買最大的50隻 那問題來了 我知道開始有些問號在頭上 眼睛開始不知為什麽 但是又有個洞 那你會說 那你這50的價值 它會不會變的呢 那我跟他講 你知不知A50 每年它會做幾多次指數緩碼 或者指數調整 有沒有聽過 四次 那A50呢 就在3月 6月 9月 12月呢 就做個指數調整 就看下公司裏面的權重 那我們來調查 就是每年呢 每次的調整 可能都有一兩隻股品 每天出入的 但是3095價值A股呢 就每年就做兩次的指數緩碼 每年就做什麽呢 就在5月底 和9月底就會做的 那每次做的時候呢 它就會再做一次這個動作 就在市場上面 就減過了價值股 減過了優質股 所以每次緩碼的時候呢 3095它的變化呢 是非常之大 好像上年9月了 在50隻成分股裏面 換了18隻 在再上一次的5月換碼呢 換了22隻 即是每次換碼的時候呢 3095的變化非常之大 那好還是不好呢 你會問我 為什麽你們選5月底 9月底做呢 深水清的朋友說 為什麽不是半年半年的呢 其實呢 中國A股呢 的公司大部分 在4月底 或者8月底呢 就會公佈一些財務報表的 那我們希望呢 那我們希望呢 就可以補充一些最新的財務報表數據 就把那些股息派得不好 質素差 或者呢 那個PE 你知道什麼是PE的啦 那個股值 已經被人炒高了的股份呢 就拼走 換一些呢 低股值 派息高 優質的公司進去 所以我們發覺 原來每次3095 它換碼之後呢 換碼一排呢 它的表現 又是大人大事的 那講了那麽多了 那我也知道你們會有個問題 就是說呢 那 ETM是好 但有個問題你們怕什麽呢 新ETM 買不到嘛 買賣差價闊啊 市場深度不足 你們一定會的 所以呢 我們也是解決問題的啦 看著啦 為了去解決 你們擔心 一些不是那麽闊弱的ETM 的成交量不足 或者買賣差價闊的話呢 現在3095 我們衛利基金 已經和不少的莊家 有了一個 共識 莊家呢 不用擔心 不是說 我知道有些人的 莊家這個字呢 是很敏感的 是啦 ETM的莊家 不是去好似 卵商那些 自己去買賣 買賣 有一架的 而ETM商 我們不是莊家 我們是要找一些 獨立券商 例如 國泰軍安啦 海通啦 美林啦 匯豐啦 去做個提供流通量的 我想說就是 3095 我們已經和幾家莊家 是有個 arrangement 就說了 確保 買賣差價呢 是不會大過 0.2% 你看到現在呢 是7.02% 7.03% 即是一格而已 我們 在過去這幾個月 因為我們有一個 新的機制 就確保 3095那個差價 是不會多過兩個 即是兩格 我想問大家 如果一隻股份 或者一隻ETM 那個買賣差價 都是一至兩格 你們覺得合不合理啊 你們還會不會擔心 買賣差價又虧呢 但我知道其實 其實有不少ETF呢 他們那個概念挺好的 聽起來好像不錯 但你一看下去 就發現 喂 差價都成1% 那你買的時候蝕一點 賣的時候蝕一點 已經沒有位置 但是因為它 要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為你基金 就已經把3095 這個有可能 給你們 擔心的東西 解決了 就是我們已經確保了 買賣差價 是不會多過兩至三格的 所以大家 我說什麼沒用的 星期一 不是星期二 放完五一架之後 開始 記住留意一下 3095 它的買賣差價 是會非常之美 大家不需要擔心 只要你 如果今天看完之後 覺得 原來你覺得A股真是反彈 A股真是有機會 可以再上 而你買著 A50 你又記得原來葉生 說過 3095 是很大機會 跑完A50 可以嘗試留意一下 3095 如果你覺得 買賣真的有些問題 可以嘗試打理我們熱線 好像做卵一樣 卵桌有熱線 原來ETF桌 也很熱線 你們的方言打理 就可以提供 問題比如說 你覺得市場心度不足 我們會幫你提供的 你覺得買賣差價總是有問題的話 我們會盡量幫你解決 但是買賣差價 我可以在這裏 當處這麼多人 就很大聲地說 不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問題已經解決了 如果半年前我來的話 可能我還會逃避這個問題 現在最重要是甚麼 就是要承擔 OK 所以站出來就說 OK 這個問題解決了 不用擔心 講到3095 剛才講過 我跟A50主要分別是甚麼 原來大家都是五十隻股份 但裏面只有二十隻是相同的 即二十隻股份 五十隻股份裏面 只有二十隻相同 所以 我們是選了一些 幾特別的 A50沒有的股份 我已經列出來了 大家可以在你的實態之道 慢慢去研究 如果你對國民股份 有興趣的話 而這裏很重要的 在你們見到的 右上角度圖 就指出A50 和我們價值A股指數的波動性 即是投資風險 原來你買A50的 那個年化風險 和3095 即價值A股指數 是一樣的 都是34-35% 風險程度非常之類似 但是原來每年的年化回報 是跑贏大概7% 很簡單 有些人認為 如果你的回報好 那可能風險高一些 原來不是的 因為有個選擇機制 令到我們買的公司 買的股份 是優質高息 低股值 所以我們原來發覺 我們3095和222 即A50 風險是非常之低的 如果你之前沒有買A股 沒有問題 你可能下波動性高 我不會逼你的 但是如果你已經買了A股 已經買了A50 代表你已經接受了 這個風險程度 當你接受了這個風險程度 原來有個產品 是可以在相同風險程度之下 比你更加回報 好喔 那你要做些甚麼呢 那我不用多說了 OK 這裡也剛才有說過 我們3095 就會在5月的第三個禮拜 和9月的第三個禮拜 做指數重組 而每次指數換馬之後 它的表現也相當不錯 所以大家記住記錄下日子 和每次重組之前的一個禮拜 我們都會公開 究竟有甚麼新的股份拉進來 有甚麼舊的股份踢出去 這個是公開的消息 到時大家就會知道 如果大家不懂得看 或者不知道在哪裏找 我們又會把相關的資訊 給要財 發給他們的分行經理 那大家可以問他 就沒問題了 OK 那剛才講過了 其實現在3095的走勢 亦相當之靚 是一個基本分析 我們見到其實3095 已經清穿了10天和50天的平均線 而見到A股反彈之後 其實3095的走勢 也是維持在7元左右 如果我們見到 其實支持位大概6.7元左右 所以大家如果是 除了那個 基本的產品 選股經濟是喜歡的話 如果你們也喜歡去 研究技術分析的話 也都可以參考一下 究竟現在 3095的支持位在哪裏 大概是6.7元 有個支持位的 好 好了 在今天的最後一段 就講一講 我原本想講多些的東西 就是黃金了 OK 那 今年年頭到現在 當然我剛才講過了 A股 講股 最壞時候已經過了 那代表什麼呢 即是曾經最壞過 即是最壞時候已過 即是曾經最壞過 即是差過的 那看回這幅圖 原來今年年頭到現在 在這麽多個股市 和黃金的表現對比 黃金仍然是大幅跑贏 港股 深圳 港股 A股 甚至是美股 那我想問 這裏有哪位朋友 是賺過黃金錢今年 一位 你多少錢買金 我呀 一年多 一路買 一路買 很多轉 一晚有三轉 一晚有三轉 你怎麼買金的 你透過什麼 其金還是買黃金 一路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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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用什麼工具 買黃金 英王 英王 你買其金的 OK 那其實黃金 我很開心聽到 有位女士賺過錢的 因為其實我們 由上年底 已經是 講過今年 其實有很大機會 是有黃金大時代重臨的 而我寫了很多報紙 很多專欄 上了很多次電視 去建議投資者 今年你的綜合裏面 是應該有15至20%的部署 是買金的 我不知道還有沒有 除了這位小姐之外 有哪位朋友 是買過黃金 你賺過這個星福 有沒有 好像沒有 真的 如果沒有的話不要緊 今天之後 我教大家 為何黃金是一個好的機會 希望大家可以在 未來幾個月賺點錢 OK 首先 那現在 今天升到多少 1294 好像 1294 1290 昨晚 1290 昨晚 今天是1294 OK 我專家在這 我小心點說話 黃金其實在過去五天已經連升 那由上個星期一千二百二十幾 一千二百二十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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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看法是很兩極的 因為我們已經大空無故 左邊又說升 右邊又說跌 不出奇 不用管 OK 為什麽呢 那一定有人說 唱好唱淡 那試試問一下 哪位朋友覺得金會升過千三 不是十年之後 是三個 那 誰覺得金會再升過千三 這個不少了 下星期應該到 下星期應該到 OK 不少了 那 哪位朋友覺得金會跌穿千二 機會好 機會好未了 最迫做事 是的 那開始是否有少少覺得 原來這麽簡單的事 那股票 我叫你股 行指跌夠未 難些 叫你選一隻股品去買 又好像難股 這個金會 為什麽呢 因為今年市場波動性很大 雖然我們說 今年的最壞時候已經過了 但是呢 我沒有說過 今年的波動性已經沒有了 今年的市差 是最差的時候過了 但是波動性是繼續持續的 因為其實很多因素 是不斷去攪著市 你很幾天的時候 有些人出來說說話 有些油價 雖然升上40元左右 都不是很穩定的 日圓 你看到日圓又不會讓 令到日本股市 也拖下了很多亞洲區域的股市 波動性在這裏 在環顧這麽多股市這樣投資 我認為最易看通看透呢 就是黃金 在今年來說 為什麽呢 其實去買金 很簡單而已 不用看財務報表 不用去想哪個莊家 不用管究竟什麽 是你什麽呢 是供求問題而已 黃金有需求 有供應 就有價錢 如果 這個就是 Economic 就是混入維持經濟101 最簡單的供求問題 當一個貨品 如果它的供不應求 那怎樣呢 價格會升不下 供不應求自然會升值 如果求過於供的話 自然會貶值 那黃金也是一樣的 其實有什麽去揣擾著金價呢 在這裏做一個簡單的分析 就是需求 其實呢 黃金需求是四大類的 就是金息 金幣金票 央行投資 和科技用 在科技用補 那金息不用說了 那大家都有大了不少金器 那些是金幣就存了 而我想強調就是 原來在整體的需求來說 大家經常以為 央行對黃金需求是最大的 原來不是的 根據世界黃金票會的報告 原來真正的需求最大 是在金息那裏來的 而央行呢 只是佔大約15%而已 所以大家以後看報告的時候 或者看一些新聞 記得focus在一個金息 積金需求 如果真的積金需求有大升的話 那種需求真是很大影響 如果飾金有很大的下跌的話 就算央行有少許爭持 其實都是很大惡的 記住了 飾金的需求 金息是最大的黃金需求指標 OK 那講過了 原來為何我們這麼大聲說 今年在年頭的時候推金 希望大家可以去 盡量把你的風險分散用黃金呢 因為我們見到上年底 原來全球的飾金需求是非常強勁的 是十一年來以來的新高 OK 那除了飾金之外 原來黃金投資 例如買下一些金幣 ETF 實金 也都是比上年高了8%的 兩大的黃金需求上升了 第三 就是央行需求 央行投資也是在2015年的下半年是回暖的 那為甚麼呢 央行出了很多報告就說 他們是認為 2016個環球股市會繼續波動的 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他們的做法同樣一樣 即是不要以為央行 可以處理幾百億的錢 和大家處理幾百萬的錢 做法一樣 波動性大的時候 就會將它分散的了 而每當風險大的時候 他們分散的黃金這個資產類別 我們英文就叫做save heaven 即是天堂的資產類別 是會大了的 很多央行其實在上年底 已經是很明確表明 2016年他們會將它的資產配置 在黃金方面是會增強的 所以上天我們見到 下半年2015年 央行對黃金需求是一個回暖 而加起來 原來他們已經連續20歸 是正增持黃金的了 剛才說過了 黃金的需求是有不斷上升的 但是 剛才說過了 金價是被兩個主因的影響 就是供求 需求是一路上升 但是原來供應 我們看到上年 因為金價疲弱 很多礦山關閉 以及因為經濟不好 很多開採金礦公司 甚至礦山 都是有倒閉的情況出現的 會導致什麼 就是導致上年 在08年以來 第一次見到黃金的供應有放緩的 緊要了 剛才說過 需求是不斷上升 但是原來供應 在上年第四季是有放緩的 這個邏輯很簡單 需求上升 供應下降 那是怎樣 即是某價是企穩了 再加一件事 如果我們知道 一件事的成本是多少的話 是不是當它跌到差不多成本價的時候 就做什麼 一份信 這是開玩笑的 我不會說一份信 但是 在上年12月3日 還記得黃金是什麼價 就是1051元 就是今假日上年 和多年的低位 自從黃金觸及1051這個水平 在12月3日之後 黃金是一支箭的 升到現在 那為什麼1051這個 這麼特別呢 原來 究竟黃金成本價是什麼 有人知道呢 其實是很難說的 因為不同礦山不同國家 它們的成本價是有不同的 那我們一般來說 就拿最大兩三間的黃金開彩箱 做指標先的 這裡見到 全球最大金礦公司 Barrick Gold 就講過了 最大那間 全球最大 它們的平均成本價 就是八百多元美金 第二大那間 Nilmont Styling 就大概九百多元 那就是說 去到一些下游少少 千多元成本是正常的 聽住了 如果黃金成本是九百多元到千多元 那上年年底 在1051已經非常之貼近成本價了 加上年 我講過了 黃金需求最主要是受 息金用家影響 最大的息金需求是哪兩個呢 中國 和印度 那大家知不知 印度尼尾是有什麼季節呢 沒錯 所以上年12月 適服黃金貼近 就是底價成本價 加上印度的息金需求非常之大 因為結婚季節 所以 為什麽上年12月 自從他們一千元投資 然後呢 那些金就噴一聲升上去了 所以大家以後看金的時候呢 記住留意回 需求 和成本價 成本價是會變的 但是大概 如果我們有機會 那是我覺得今年沒有機會的了 再見回是一千元左右的話呢 大家到時就可以去做一個動作 好 好 那加起來 看一些技術分析 其實黃金自從從一三年 開始滾下來的話呢 其實近來自從升破了一千二元 水平呢 已經是破了一三年以來的一個下行軌跡的了 那所以大家其實可以安心呢 去做一個部署 而剛才講過了 黃金最大的 有因素 這個不利因素 就是加息了 美國加息 這裡就看到了 其實呢 到下次六月加息那個統計呢 機會仍然是不大的 除非美國突而其來一個很快的加息 或者一些市場都估不到的加息速度的話呢 是會令到黃金有一個很大的下行風險 但是在短期內我見不到美國 今年有一個很大的加息速度增加 所以在這樣的大前提之下呢 黃金那個支持仍然是有的 但是了 升破千三之後 一三二零 一三五零 我覺得可能會有一個支持位 但是如果大家可以看位去買賣的話呢 是很好的 例如剛才我小姐 有一千元頭 不要講得那麼好 如果你是一千一百五十元左右 開始慢慢去爪上去 你記得我今天講過什麼呢 就是說需求而已 如果你知道成本價是多少 供應又減少 需求增加的話呢 其實我會建議大家可以在一千二元美金到一千二百 或一千二元或一千三元的區間做個部署的 是相對來說較為安全的 因為我們其實黃金呢 今年有些少許被人 好像我們玩啤牌一樣 開底牌的了 有誰會有什麼影響到它的金價 千度美國加息 那怎樣看到美國加息那個步伐呢 其實呢 在三十六版呢 有一個網頁呢 就是CME Group 就是資交交商品期貨交易所入所呢 他每天都會公佈一個 去透過期貨交易去做的調查的 每天都知道究竟 市場上面 對美國加息預期的百分率的 他這一刻呢 還預期在六月加息機會呢 非常之低的 大家如果想做個公佈的話呢 其實定期上這個網呢 都可以知道美國加息的機會率的 如果美國加息機會率仍然低的話呢 所以黃金呢 是那個下行風險仍然非常之小的 所以大家可以 在我建議 大概1200元到1300元區間 做個部署 是非常之安全的 除非美國突然間加息 另外你們會說 OK 如果知道黃金真的可以這麼穩陣的話 那為什麼我不用金礦股去補足金價呢 我知道在在一定是不少朋友 去買金礦股的 那沒錯 如果金真的一支佔標上去的話呢 金礦股當然是有一個爆炸性的升幅啦 那但是啦 金礦股它是會有一個因素呢 令到它不是直接跟黃金金價成正比呢 就是那個市場因素了 如果市場突然之間下回來 那些不利因素令到股市下跌的話呢 其實好像一月的時候呢 雖然金價升 金礦股照下跌的 那我今年的建議大家去買黃金呢 除了因為它較為容易 看通看透之外呢 主要是因為我希望大家可以透過黃金呢 去分散風險 因為今年波動性夠大了 我不想大家再塞一些 波動性更大的進去 那我也想大家有較好份的對不對 我希望大家透過黃金賺錢之外呢 是可以分散風險的 所以啦 我不是這麼贊成大家透過金礦股去追蹤金價 那可以用什麼呢 就用黃金ETF啦 那黃金ETF是什麼呢 就是一些透過金價 或者透過黃色物黃金去追蹤緊貼金價的 香港現在呢 其實只有幾隻的 那大家知道 例如有大家教會屬性的240 或者就是3081就是價值黃金ETF的 那這兩隻分別呢 其實都不大的 那3081價值黃金ETF呢 它的金條呢 就是放在香港國際機場金庫的 而240呢 它的金條呢 就是放在英國的金庫的 那給大家想一下 你想你買的東西的金庫 那些金呢 放在香港還是英國 色調專辯 安全性呢 是差不多一樣的 大家都是國際一級保安的金庫 那我之前答應過一些朋友 就說 因為我每年都會做一個動作 就是進去金庫數金條的 現在我們衛利基金的價值黃金 3081呢 大概有1億美金的金條 那我每次去呢 那我每次去呢 就會 就會有些照片給大家看 可以的話呢 拍完影片給大家看 那就是這個情況 因為為什麼呢 有投資者說 那你可不可以安排一些旅行團 去金庫裡看金條 最好的是可以 但是你想想想 如果你買的黃金ETF 它的金庫是可以隨便沒有旅行 和參加的話呢 你還這樣買 當然不會買啦 所以我最儘量呢 就是拍照給大家看 或者拍條片給大家看呢 我們3081價值黃金ETF呢 是真是有一個十足的黃金 在後面做一個 利益的 那你會問啦 那其實你們如果透過黃金ETF 去追蹤金價 我知道其實很多現場觀眾啦 或者朋友啦 都透過240買的 因為240可能它的歷史較久啦 那其實3081呢 都有成六年歷史的啦 而可能你擔心那個流通量呢 亦都不是太擔心 因為剛才我講過啦 好像我們3095呢 我們確保了那個買賣差價 是小過兩格的 而3081呢 那個買賣差價 亦都是非常小的 而一個很好的原因呢 我會見大家可以考慮3081就是呢 240呢 它每手是以一盎司黃金計的 那一盎司黃金呢 大概現在是九千多元 即你買一手2840呢 你要九千多 大概一萬元的場費 而3081呢 我們推出其實是針對散戶而設的 我們就以三分一盎司黃金計 每手三分一盎司 即是三千元左右而已 所以大家如果 是希望細處這樣 逐級逐級去買黃金的話呢 其實3081 是非常之適合散戶 或者教委 希望不想那麼大風險 去做個黃金部署的 所以啦 在這裡記住就是 如果大家想知道 為什麼 如果大家想看完之後 真的想賣黃金的話呢 我會建議 考慮ETF 風險較低 香港只有兩隻給你選 較貴的呢 就二百四零 它每手就是九千多萬元 如果你說 我想細處試一下的話呢 就可以考慮3081 價值黃金ETF 它金呢 就買在香港國際機場金庫 而它的入場費呢 大概三千元左右 你還不記得的話呢 就把今天的禮物 的金票呢 擺在床頭 因為其實呢 上面已經寫了 即發黃金控之後呢 就記住 3081 是可以幫助大家 去捕捉這個黃金大時代的 買賣現業 買賣現業 是非常容易的 即是股票那樣買賣 是的 其實黃金ETF呢 跟股票一樣而已 那號碼 3081呢 就可以買賣了 而最後講一講 就是呢 3081 它追蹤金價那個 追蹤不差 這麼多年裡面呢 是少於0.4% 所以是非常之貼近金價的 所以不需要擔心說 會不會跟金價偏離很遠 那我給大家看看 這裏呢 你有沒有見到 白色和橙色的條線呢 其實就是金價和3081 那個分別呢 你見到其實 金價和黃金ETF呢 在這麼多年來 它的走勢是非常非常貼近的 所以不需要擔心說 金價升那麼多 黃金ETF升不足 是沒有這件事的 而最大大家擔心的買賣差價 或者流通量呢 也不需要擔心 在上兩個星期呢 其實有幾天呢 我們3081的成交量呢 是大過240的 那當然那幾天呢 因為有一大戶 就是入場的 但一般來說 我想3081的成交量呢 每人是大約240幾 半左右 所以都不是一個問題 而最緊要呢 是適合散戶去買 因為入場費低的嘛 你可以譬如說 1250就試一試 1260就試一試 那個轉身方便 OK 那今天時間其實差不多了 那記住大家 由金價回家 又發握一個黃金目 希望大家可以追蹤這個 黃金大時代 還有用一個價值股 薄A股反彈 OK 多謝 好 請問你呢 那你那些要不要 差別人呢 其實所有ETF呢 都有管理費的 但是管理費呢 已經在那個價錢 那個資產值反映了 即是不用像你買基金那樣呢 額外給一些認購費 索回費是沒有的 所以我ETF 還有呢 在香港市場裡買ETF 是不用給人包稅的 即是你買股票 都是印包稅的 ETF是不用的 而最重要就是 ETF沒有額外費用 你看到那個價錢 就那個價錢了 即是總之 什麼都不用 創作都不用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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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的價錢 已經反映了 在你那個價格裏面 可能給你做期金用品 我知道我有買到240了 那你去買3081吧 不用啦 你之前不認識我 現在認識我 哈哈 現在認識我 現在認識我 可以去買1600奶的 240 可以像其他的問題 我想問 我們3095 他也說 這裏是 調配了數量之後 兩年才賣 即是說 看值得買 那個例子就是 我剛才說過了 3095 他每年會做兩次 只數換碼 我們發覺 當新的價值股 拉進來之後 一般來說市場 那時候才開始發覺 那些好東西 那些低估值的價值股 是會慢慢 會被人炒上去買 所以個案幾天 3095 是換完馬之後 表現是更好看的 所以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譬如說 六七月的時候 當換了馬了 真的開始 現在我覺得你可以等一等 那些好看的 其實 那些好看的 可以自己走來的 還有其他的問題 我答一下這件事 其實你說 是不是現在不要賣 師傅 你現在的款有什麼 如果你現在已經拿著A50 的話 因為個個表現A50 是不及我們 所以你說 要不你一是 沽了全部 不妥亂 或者你馬上不想錯過 任何時候 有A股的部署的話 那我可以考慮一下 好 剛才是否有現場客戶交了一些問題子 你可以不交問 因為好像寫得不太清楚 沒有 剛才問逆向投資那位的現場客戶 我想戴席客戶 是 逆向投資的理念 在CF市面有什麼 OK 反向投資 其實你說我們逆向投資 其實英文叫contrarian 因為我們在選股機制裏 是想一些 譬如說一個股品 市場上面有超過10個分析師 去評他 如果有八成以上都說買的話 我們就怕投資者 怕這隻股票 已經是被人過分吹捧了 所以 我們最近避過的股份 已經是被市場分析師 是說 是recommand的 那就可以避免 叫做value track 就是叫做價值陷阱 很多時候 很多分析員 很多 即是很多市場上面 分析員 就說買的時候 其實就令到市場上 每個都捧他 那一刻 其實他的股值 是已經超過了他實質的股值 實質的價值 所以為什麼我們把這個 逆向篩選的模式 放在我們的ETF裏 就希望避過一些 不必要的損失 因為有時候大家知道 如果你聽一些 十間行都推的股票 大家知道 其實你還沒買的時候 已經被人炒高了 如果你這樣再買 是很有機會 有一個不必要的損失 當然 好股票 是可能很多人搶 但是他的價格 可能很容易 是偏離了他真正的價值 OK 那如果是騰訊 或是港交所 那些市場 那些市場上 首先騰訊 或港交所 不是A股 那騰訊 港交所 是我們在這個ETF網 但是究竟 是不是騰訊 港交所 一定有這麼多分析師 去推薦 未必 我們是每次 我們是每次 多人說 不代表推薦 我們是每次 當他出票 報告的時候 就會看最新的報告 究竟市場上 可能現在 這一刻 可能公交數很難推 但是是否真的超級八成 不知道 所以我們的理念就是 總之股票 如果市場上 真的很多人去吹空的話 我們盡量避免去買 而這個 亦都是韋利基金 在過去二十多年的 投資概念 我想大家如果有 跟回我們韋利基金 或者有聽過 我們集團主席 就是青凱先生的 投資理念 其實我們都是針對一些 高息 優質 未被人過分吹捧的 優質股而做 其實我們三十九五的 ETF 是將韋利基金的 投資理念 放到ETF 希望大家可以用 價廉物理的方法 去投資 其實ETF的成分股 是在任何時間 都可以透過 公司網站 或者家庭所 是有100%透明的 是我們現在五十隻裏面 有二十隻 和A50相同 有三十隻 是不同的 而裡面權重方面 我們大概比A50 多了六個巴仙的金融股 而金融股 不只是銀行 裡面有很多券商 內險 內房 當然大家如果想了解 究竟3095 它那個真正的慈姑 是甚麼呢 是歡迎來網站去看的 是8%透明的 是 為你做得那麼好 都是那個806 這個問題 其實我去到哪裏都被人問的 其實806 是我們為你基金 為你集團的上市編號 大家知道 那如果你問806 一旦都不好 那專家學位 一直都跟大家問 其實806是否不好 那是回事況 因為其實806 我可以簡單解釋一下 它叫做 High Beta Stock 是高beta的一個股票 市貨好的時候 806是覺得很好 而有一句說話 也挺好笑的 就是 香港如果中國好的話 哪兩個股票 最大反應就是 3008和806 所以其實近幾個月 806的比例不太好 是很因為 是中國的股市波動而影響的 但如果我們剛才說過 今年來講 A股和港股 最壞時候 很大機會已經過了的話 其實806的表現 是很大機會 會有一個反彈器 到時了 可以再問郭Sir 為甚麼806之後 好了 最後 還有 最後會有問題 想問阿Gerb 好了 時間差不多了 也多謝阿Gerb 非常詳盡的反彈器 請他留步 因為剛才拍照了 那我跟郭Sir拍照先 好 謝謝 謝謝 1 2 2 3 2 3 3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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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政策下來了 就算真的要做 她還要規劃 還要計算時間去做 不會明天就立即有利於鋼材和水泥 不過近期剛才鼓水來鼓為何有反彈呢 因為有少少跌過了 始終來講是一個商品也是一個交易來的 看了一個交易平台的 自偏有一些趁機無盡炒一下 好像就這些一路一帶出到來 你看中鐵、中鐵建、中交建這些炒幾倍上去的 一路一帶其實不要說對銷啊 都還繼續做的 但是人家的政策說要做 你的股價升了三倍 人家根本想離開錢 跟著呢 靈利根就無以為計了 就要跌回下來 但是基本點其實是沒事的 只是股市有時過去投機 內需用固定投資這兩個反彩 其實未來的增長是會比較慢的 防建亦如是過去太多基建要做的時間 尤其高鐵發展商就拼命去圈地 一線城市拿不到就拿二線 二線拿不到就拿三線、四線 一堆堆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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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堆 一座座起好在這裏 但是城市的配套 尤其四五線城市根本上沒有去到的 你根本很難入住的 如果好像我們去看廠 經過這些地方 在高速公路旁邊有十幾座樓 就站好在這裏 但是如果你走到最高那裏 拿個望遠鏡 周圍 方圓五到八公里 是找不到一間超市 那你怎樣住呢 就是說你要到城市 它的收入是多了 稅收多了 慢慢規劃慢慢發展到那個地段 又開始有學校 有馬路 有些超市 那你才有人流 你才開始適合去住的 就說發展商走得太快 這個情況要多久才能消化得到呢 起碼幾年 就是說 剛才水泥實際的情況 就是不會那麼快 估計如果跑快了 只是講投機而已 今年A股2元走法 其實已經走了四個月 在這四個月當中 暫時來講 今年的箱底在這裏 今年現在這一分鐘 直到這一刻 4月13號的高位 是箱底上來的高位 這一刻跌下來 其實是比較尷尬的 因為一旦再跌穿2850點 去年8月26號的低位 它就會試這兩個底 其實經濟增長是慢的 6.7 而最困擾的 就是金融那個板塊 因為A股一直不走的話 售險股全部都不行 還有一件事大家要謹記 內銀股過去的增長幾十個百分 但現在營商環境不同 資金流是緊的 企業那個資金流是相當慢的 加上營商環境轉差了 很可能內銀股面對的問題 反而不是什麼債轉股 我相信債轉股暫時來講 不會有問題 一定是講一些好的企業才會轉 不好那些有閘就閘 問題就是阿爺不斷地放錢 以萬億以萬億的資金放出來 銀行拿到的錢 一定要貸出去 不貸出去怎麼收利息 但今年的利息是有進一步下調 即未來那個利息收入是越來越窄 如果為了穩陣些借些錢 給一些有錢還的企業 利息率一定是低 你唯有借些中小微企 那些利息率會高一點 不過要冒著一個風料 你可能收不回 其實這個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解釋到一眾的內銀股 為什麼市益率那麼低 利息率那麼好 不肯走呢 因為營商環境 現在今天和五年前是完全不同的 大家要理解這個情況 等於今日的渣彈面對的問題 和五年前六年前的渣彈面對的補景 是完全不同的 是很大很大分別 A谷的看法呢 我是比較保守的 不是說一定會大幾天 有國家隊在這裡 但是呢 由於有國家隊長時期這樣 在這裡扶穩扶穩扶穩 應跌不跌 就將市況扭曲了 即是說明明這件事 現在應該慢慢慢慢這樣 按著它 將它拖長了 如果經濟慢慢慢慢好 這件事就不會有事 但是經濟如果不是真的這樣 如果美股在18,167點 可能組成一個三頂而回的話 環球的避險程序要會高漲的 到其時風險未立會降低 沒有影響日價 你看A谷的成交困難已經知道了 是熟悉的 第一它膽小了 第二真是輸了就是輸了 不會像之前那樣 萬幾兩萬億 萬幾兩萬億 那個風光不敢說以後沒有 不過有一定事情是不會再出現的 我們再看廣告 大家廣告都要爽順點 我們會有機會 再試試看 再試試看 那我們是一個臨無奈 你的臨無奈 哪些雲 一百五十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為何講股要緊鎮一點呢 因為這裏是有三輪的派閥 圖是死的 這個圖是歷史 但問題是你懂不懂它看 我逐個講一下 去年1月6日開始的起步點都在這裏 但14年10月是有漸中的 當時股市是怎樣的 大家記得嗎 漸中是10月1日開始 但股市是由10月1日升到10月底的 你看這紀錄 即是在漸中期間股市是沒有跌過的 一路升上去 之後一路整股 一路整股 期間來講 你何時見過整個金鐘被人佔了 整個王國被人佔了 旅遊又說不行 生意又說不行 這樣的環境 這樣的氣候 你不沽股票 你已經在這裏不得了了 睡身買 講甚麼 不貴這麼容易 結果想怎樣 去到4月份 市突破了25000點 突然間2000多億成交 一個4月份 單月升了3663點 急升到4月27的28589 每個都醉了 十六元 十七元 十八元的中仁壽 沒有人會買 三十六 三十七元呢 追著買 而且買了還不懂得走那隻 好了 之後怎樣呢 市由這一段呢 是升了5276點 當時你問哪一個都好 看多少啊 三萬呢 哎 你都不懂得看市 起碼三萬二啦 那旁邊那個你懂不懂股票的啊 現在三萬二 沒三萬都收不到科 那個時候A虎那間萬幾萬億成交 對不對 但是世事無絕對的嘛 很難得的市呢 跌回到二萬七 買不買啊 當然買啦 再到二萬六 買不買 買 倒是買 倒是買 因為為甚麼呢 你二萬七千多已經買了嘛 買了就要收到頭了嘛 但就收到這邊啦 沒理由 今天把我打到昨天的我嘛 一於就撐到底 結果好 你就撐 你又你撐 我市不撐 一穿到二萬五呢 插到七月八號的二萬二千八百三十六點呢 睡醒覺啦 但是那個時候呢 痛啦 為甚麼呢 那個市跌回五千七百五十三點 如果懂得走勢的就知道了 那個市在一月升到四月份 升到五千二百七十六點 由四月份 跌回到七月八號 跌回五千七百五十三點 跌得呢 那未來的時間呢 是很難回上去的 你不要忘記 這裡是二千多億成交的 誰搬這麼大袖錢出來 吃完這些貨再用上三萬呢 沒有的 這個世界 市場的備點情緒開始升溫 風險為了開始降低了嘛 不過跌了五千七百五十三點 過份的 當然有個反彈 去回七月二十四號的 二萬六千 二萬五千六百三十四 升回二千七百九十八點 不過這一陣星呢 跟這一陣不同的 沒有成交 有 聰明的呢 這裡要走貨 不過很多呢 是聰明的 不過不肯走 知道個市不對版 而肯去走貨的呢 很少 知道個市不對版 而不肯走貨的呢 是很多 講到最後一個字 通啊 不捨得走 不捨得走結果最後呢 市跌到八月二十五號 再跌到四千七百六十九點 這一陣呢 是第一陣排泊 是你去追的 你去追的 你多多去都猜到啊 你追完你還不捨得走那隻 這一陣呢 你是偷的 拳碼沒那麼大 但都是不捨得走 這兩陣我已經鎖記了個市了 未來的市你沒有得 三四千億 你怎麼上得到呢 不可能的市 跟著呢 市去到九月二十九 全年的市跌了八千二百二十一點 已經寒齊期了 跌得多的反彈 這一陣呢 反彈到十月二十六 升回三千零五十五點 之後呢 三千零五十五點呢 就跨了市 跨了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有人就說呢 市呢 這三個月呢 一路橫行 其實不是橫行的 看看 十月二十六 十一月二 十二月四 十二二十四 是急急落的 都是派 都是派 這是第三輪的派發 好了 去到今年了 由這裏開始 一月四號的二萬一千 二萬一千七八九十四點開始 這裏今年的全年高位 就插到下去二月十二號的低位 急插啊 這下沒得走的了 沒得走的了 好了 我們跟他計算一下 從二萬三千四百二十三 跌到一萬八千二百七十八點 市跌了五千一百四十五點 十五個星期 一個所謂中期跌落十五個星期 差不多了 不會跌十八十九二十八 沒有可能的 因為技術上已經嚴重超賣 或者去到三月份呢 業績開始公佈了 我沽了貨 我空了倉 我都會等他折息前補回那首貨的了 難道我年來幾元的股息 我都賠了給你嗎 我不會這樣 否則在賺錢的嘛 那這陣煤補呢 和一些趁低吸納呢 令到市有個技術上的反彈 好了 十五個星期 如果反彈三分之一的 第一個位 過了啦 反彈二分之一的 過了啦 反彈三分之二的 這裏要聽清楚了 一般來說 反彈三分之二 就不是反彈的了 是新的升浪的開始了 可能 但問題就是 市去到四月份 這個成交金額 一直都是少的 這陣反彈 由這一刻到這一刻 有哪天成交過千億的 沒有 即是這個是一個反彈市 不是新的中期升浪 我已經否定了 是一個反彈市 要跟他計數了 一般的反彈市 四到六到八 八到十個星期是差不多了 多過十個星期 一定要大成交 去發展成為新的中期升浪 如果不是 只有兩個走勢 一是整故 一是回頭 好了 升了十個星期 是差不多了 亦都反彈了三千三百七十六點 這個反彈 其實最高去到二萬一千六百五十四 距離二萬一千七百零八點 是很相近的 是接近的 但沒有成交 其實市 如果只要有千一千二億成交 市可以爆的 一爆上來這裡的水平 這堆空倉有 他就要蓋倉 讓你客氣 不過是沒有條件這樣做 沒有力這樣做 我再看一些藍醜的走勢 給你們打開明發 好 來到這一刻 今年的高位是二萬一千七百九十四 第一個高位 第二個高位是四月二十八 即是說 現在很關鍵 因為指數落到二萬一千一百點 跌穿了十天線 對嗎 條二十天線在這裡 五十天線在這裡 如果市再落 二十天線 是沒有支持的 因為一個月 一定有一個千幾點 鋒貨公司 三月份一千七百四十六點 上個月也升了一千六百零一零九點 當然有千幾點 二萬一千一八點 去到五月份 只要五月份有一千點的上升 市就會試二百五十天線 不過很難 因為三月四月已經連升了兩個月 還有高位沒有成交 最緊要 反過來 如果跌一千點 五十天線都會試穿 一試穿五十天線 這個就是雙頂 這個就是年度的雙頂 暫時的雙頂 這個就是今年的低位 那就要計數了 去年的波幅是八千二百十一點 前年的波幅是升的四千二百二十四點 再前年是四千六百八十五點 再前年是升的四千六百二十二點 每年一定有四千五千點波幅 我今年我就當四千五百點到五千點波幅 假設後市沒有高過二萬一千七百九十四 一定是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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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加分 是的 那麼 很吟 我 這次是 血轟頭頭的十一種的顏口 銀子成分中占了62.926% 有个人有点赶紧 那些人在多人 好啊啊啊 时间不多 你 你 大家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要发鼻气的 香港发鼻气 我们自己人不打自己人 香港发鼻气 好了 大家看看 你看看,為何剛才會先講A股呢? 因為你講的指數會不會升呢? 其實一定是看成分股, 這十一隻成分股轉了指數是62.92%, 看看這三隻先,中公轉了15.7%, 為何不升呢? 因為它的盈利增長已經開始放慢, 還有一樣東西,利息收入會開始進一步收窄, 有些人說,爺爺會減息下條銀行准備金, 就是因為這樣加重了它的負擔, 它多做一萬億五千億,它先借給誰? 借給那些中小微企,它必須要借因為有社會責任, 問題是現在營商環境差, 連那些大大檔內需股份的盈利都倒退, 何況那些細那些,分分之間真的沒得還, 借大企業最穩陣,但問題是那些利息很少, 國企怎麽呢?國企還是加火, 好似3323只是負債1,900億,都不知怎麽還化, 即是說其實問題是很嚴重, 所以它今年的盈利是負增長, 其實去年的增長只有1%不到, 如果你要買內銀股, 直到這一分鐘,我覺得只有一隻可以考慮, 即是一個招行,它增長了6%多, 交交行再公布還業績,即是交行和招行二兩隻, 其他我都不敢去看的, 好了再講了, 受險局好像是買企業債, 投資A股, 大家看到A股剛才的走勢都講完了, 第一季是沒有投資收益的, 第二季都不會有, 即是頭半年到你想也不用想了, 那你憑什麽好呢? 所以為什麽這一股反彈, 但中年的時候升了幾多呢? 平保升了幾多呢? 就是這個原因, 但問題是這五隻股票佔了含止21.4%, 它都不肯行, 那市怎麽搞呢? 唯有靠什麽呢? 靠騰訊咯, 騰訊現在幾倍市盈率? 四十多倍的了, 如果未來的增長稍為, 一個季度一個年度是放慢的話, 市場不會給四十多倍市盈率的, 可能拉回到三十五到三十八倍的, 就等於以前給康師傅三十幾倍, 四十倍市盈率, 現在給二十幾倍市盈率, 一樣道理而已, 你的增長年年是大的, 是高速的, 是快的, 我就比估值高, 但你的增長一開始放慢的話, 市場是很理性的, 即刻就降低你的估值, 一定的了, 至於中移動很穩定, 你放心, 但不會有驚喜的了, 中移動有八億五千萬個用戶, 但我們只有十四億人口, 聯通拿了一些, 中電信拿了一些, 你想想, 你八億個用戶, 難道你會發展到有二十億個客戶嗎? 沒有可能的, 幾年前, 一兩億開始上的時間, 因為它在山頭設立個輻射塔, 可以覆蓋五十公里範圍, 因為農村的個體上戶是很厲害的, 每個月幾百萬幾百萬, 高速增長之下, 壓扶會降低, 但不要緊, 量大了, 所以當時比估值高些, 百多元一估就是這個原因, 但現在沒有這個增長, 將來騰訊可能都是這個情況, 至於匯控, 其實來講, 不用我多講了, 因為它現在面對的問題都幾多, 高增長的時間已經過了, 九零年之後, 它投資歐洲、美國, 成為國際銀行, 當時通過自然增長, 它已經可以有一個很穩定的收益, 但現在它一直在收緊, 將業務放回亞太區, 所以變了, 高增長的時間是過了, 過了, 有波幅沒有升波, 至於有方點, 其實算是幾好, 新業務增長亦都不錯, 但二十幾倍的市盈率, 我覺得差不多了, 即是沒有太多兩點, 34.85%和21.4%成分比重, 這加起來有55%到56%成分比重, 不會大幅上升, 指數還升, 及港交所, 港交所只有2.99% 否則港交所一百六十元升, 上二百零幾元升了25% 總而言, 市市三月份四月份是升的, 二月一月十月十一月是跌的, 到去年十月份是升的, 九八七六是跌的, 跌四個月升一個月, 跌四個月升一個月, 到今年三四月打破這個常規, 連升兩個月, 但是這個不是一個新星浪的開始, 是一個反彈中, 所以變成五重六絕, 投影是很明顯, 現在第一, 在四月底已經跌穿十天線, 如果未來, 這一個星期, 不要兩個星期, 一個星期, 沒有什麼驚喜的話, 它會再穿二十天線, 那下五十天線的支持就受威脅, 一旦穿上去, 就確定這個雙頂, 所以任何環境這一分鐘, 不要因為見過這個價格在這裏, 回來現在買, 等, 除了等之外, 沒有什麼好處現在, 因為很多部分已經反彈了, 二十五、三十, 四十、五十個巴仙, 這一陣如果是新的中期升落開始, 就沒有問題, 其實這一陣只是中期反彈, 不斷圈我, 好了, 好啊, 謝謝郭Sir, 現在下來就是問答的時間, 首先會先問問題, 我想問一下, 郭Sir, 就是一五一五, 鳳凰醫療已經有課的, 每估九個七, 估出價應該是多少錢呢? 我看看現在是什麼價錢, 好, 一五一五, 我現在在插字, 可以嗎? 喂, 同事啊, 麻煩, 麻煩, 房裡那瓶牌拿給我好嗎? 麻煩, 十一個七六八, 日大是九個七, 那不用, 你問我吧, 我問你就差不多, 哦, 如果你再向上網, 怎麼都好像指站位, 嘗嘗嘗嘗嘗嘗, 內地那個十幾個人口, 醫療需求是很大的, 其實醫食住行家電醫療, 需求都大得很厲害, 不過問題一樣, 就是整個市況現在開始放慢, 還有, 我不想多說, 好像四環一樣, 又不知什麼事, 突然間幾元一開出來, 就只剩下過四銀子, 上個兩個幾天, 下回過幾, 那就要小心這件事, 就是估值的問題, 定低個指站位向上網, 如果給我, 起碼現在這一分鐘, 沽了一半線, 真的超了一半線。 好, 第二題是, 2018瑞昇科技, 暫時股價五十三個九毫半, 那如果想買的話, 什麼價位買好呢? 五十三個九毫半, 我想不要買了, 不要買了, 因為瑞昇又好, 和信義光學都好, 其實股價已經高了, 你看好像是, iPhone的銷售都開始放慢了, 所以現在一些, 早前葉炒的股份, 現在大家就不要因為股價, 下一點點, 馬上買, 我想五六月份, 集團等等才比較好些, 有個別的股份, 股值高那些, 在未來這八個星期, 是會有調整的。 好, 另外777網絡, 最新股價二十四個月, 現在怎樣部署呢? 我不會考慮, 因為事實上來說, 現在整個科網潮, 包括騰訊座內, 我覺得股值不便宜, 如果說一百六十二元的騰訊, 相當於舊價, 是八百幾元一股, 在氣氛之下, 好的之下, 當然沒有問題, 但現在的氣氛不是, 到最後的騰訊股, 可能都會進入一個叫做, 中期反彈之後, 一個技術上的調整, 其他那些, 異性少少的, 包括金山軟件, 或者, 所有科網相關的軟件股, 我可能這一分鐘的股值, 都會略為修定的了, 那你問我怎樣看法, 我就比較保守了, 起碼我現在這一分鐘, 不會無盡去的, 不要只是看走勢, 看基本面, 好, 接著2618TCL通訊, 五萬零四仙, 怎樣看呢? 現在, 你們很喜歡那些科網電訊類的股份, 是吧? 那, 我不會考慮現在這個板塊, 因為整個市來到這個環境, 如果你說, 個別的電幕過去比較亮麗股價, 是慢高了的話, 其實, 今年第一季, 第二季的銷程, 可能會放慢的, 尤其是, 一些電訊相關嚴謀, 你看看, 好像九九二聯想, 手機, 和Notebook的銷程放慢, 連iPhone都一樣放慢, 那你何況是貼銷電訊呢? 是吧? 所以, 你問我怎樣看, 我很保守啊, 如果你堅持要買的, 我不敢給你太多意見, 或者我看錯了嘛, 但是你如果問我的話, 我就建議你不要入手, 監視不要買著, 好啊, 接著, 2186, 綠碟劑的, 最新股價5.4, 那, 應該怎樣部署呢? 我不部署的, 真是, 真是, 口水都乾了, 剛剛才講完, 那個市, 去到五窮六住呢, 我要小心點, 現在你們問的股份呢, 第一, 不是主流的股份, 如果, 主流的股份, 如果是有個技術上的調整, 你其他不是主流的股份, 你想怎樣行發呢? 即是, 你喜歡的股份是另外一件事, 它有沒有氣候, 它的氣候就不夠, 是另外一件事, 你不覺得近期那些醫藥股, 整個板塊全部放慢呢? 是個別一兩隻跌得更加多的, 所以, 你問我怎麼看, 我一句講完好保守, 如果有藥業股, 有電稅股, 不要再問一下, 我整個板塊, 我都看得好保守的, 好, 那,講一下公共股股, 市況更差, 公共股股二號三號六十六號, 那, 現在, 會不會再創高位呢? 梅氣, 港鐵這些? 不會, 短期不會, 梅氣的市容率已經不低的了, 它是很平穩的, 多數年年十送一, 股價不會大升的, 至於港鐵的, 其實呢, 它都還是平, 今年還有兩個義援金, 派發, 明年也有, 但問題呢, 這個人下會減價, 那個人下會減價, 近期來說呢, 總是滋擾事件多多, 三十八個多, 磨來磨去都磨不穿, 其實我自己覺得呢, 一旦磨穿了市場氣氛好呢, 它上市一元, 金上一點都沒有難度, 不過現在的分, 由於太多事情在環繞著港鐵那裏, 所以那些分佬看它呢, 態度好保守, 跌一跌不到去哪裏的, 買來拿著在那裏呢, 就沒有問題, 至於九燈的, 股價已經是升高了的了, 那在五、六月份呢, 可能它的股價呢, 會優於大事, 它是資金避難所來的, 市貨不行呢, 它反而會難借, 但是會不會爆炸性能上升呢, 我看好難, 機率比較微跌了。 好啊, 接著就是中車, 中國中車17667.57, 可不可以買入呢? 你是買來炒還是買來拿呢? 買來炒的, 那市貨可以不可以呢? 你直接說吧, 如果你買來開的, 就問題不大了, 因為去年呢, 南車北車, 曾經在一路一帶之下, 炒得飛沙走石, 兩車合片中車的時間呢, 曾經見過, 十六個多接近十七元的, 之後一跌到下去呢, 是六個多七元, 那現在七個多人錢, 都還是一個低的水平來的, 如果用投資價值, 是可以買來擺的話, 問題不大的, 不過如果你買來炒, 我想你會失望, 因為市場起婚, 現在不相處。 好, 接著四環醫藥, 四六多, 暫時肯定一個七毛九, 可不可以去到兩個二元? 不是我做的, 不是我做的, 啊, 有時的問題, 真的問到我了, 都不敢回答你了, 因為呢, 要看基本面, 四環呢, 本來就是一個很好的藥, 藥業股來的, 心臟啊, 老科啊, 那些是很專門的藥, 但是呢, 不知怎麽被人攻一攻擊他, 一停一排, 一段時期, 一開出來, 斬到下去過四元錢, 我始終是講一句, 你如果是真材實料的話呢, 四元停泊開出來, 我就是四元, 怎麽開出來只剩一塊四呢? 怎麽會這樣呢? 那便抽上兩個幾, 現在滲兩滲, 滲下去是過幾元錢, 那即是說呢, 過去的業績呢, 不是假, 多少夾拾了些水分在這裏, 但水分有少少不緊要, 你不要太多人, 其實我最怕就是這個用的, 因爲呢, 它業績公佈完之後呢, 你就看那個成績表, 你做一個分析嘛, 它真幾多, 假幾多, 我們是不會知道, 永遠都不會知道的, 直至到有沒有一些報告出來, 說它有什麽水分又多, 又這樣又那樣的時間呢, 我們才會覺得, 咦, 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我們都不知道的, 我停了牌之後, 復牌之後, 就等管理層怎麽講話了, 但無論它怎麽否否認都好, 你估價最實際, 有事之前就四元幾五元, 現在就過幾, 那就講完了, 如果你說可不可以翻上兩個幾呢? 其實市況如果相就的, 只要不是太過差的, 其實去年預期都不差的, 現在單位數字, 是可以上了回的, 不過不是那麽快的一件事, 如果有課的, 我想要等一等先, 好, 接著三百八港交所, 最新股價一百九十六個三, 有沒有機會還可以上網呢? 唉, 剛剛才講完, 一百六十元, 升上二百零幾元, 升了二十五個巴仙, 市反彈了二十五個巴仙, 這隻大藍籌, 你還想怎麽樣? 是嗎? 現在講的, 深港通通車, 是會有利港股發展, 這個是肯定的, 但問題就是, 什麽時候通, 是無人知道, 其實這一陣, 已經是有少少預炒在台先的了, 那我自己覺得, 就算真的通車, 不會爆炸性的, 等於那時候, 廣東一通, 一通了, 十五分鐘, 頭的十五分鐘, 那百零億卡在那裏就爆了, 沒有了, 結果根本就不是這樣, 況且內地的財富效應, 蒸發了那麽多, 我不覺得, 會心廣東一出來之後, 市會大幅度上升, 交投仍然保持那樣的水平, 他穿得多一點, 這陣, 如果只講反彈, 港交所是差不多的了, 25%了, 升了, 就算要再走到第二個回合, 現在市是處於中期反彈之後, 一個技術上的回調當中, 那這個回調會是細幅度, 還是會發展成為新的跌浪, 現在未知道, 但是肯定一件事, 就算再推上去那個空間, 應該都不會太大短期, 好, 接著就六八九六金桑子, 共七個二熟九, 這隻可不可以投資一下? 我想不好了, 其實我不是說看淡它, 有些股值如果比較高的股值, 尤其是一些熱線小小的股份, 大家要小心點, 通常有些股份呢, 啊, 趁機拍著我, 我不能說答, 我不是說答, 我真的不能說答, 總之呢,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你明白就行了, 總之呢, 人家跌, 你就是不跌的, 人家坐下去, 你又不坐的, 好喔, 其實這些股票呢, 你是要小心的, 是要小心的, 它當然有些原因的了, 好, 接著175, 它就沒有寫它的買入價, 但是, 就現在, 三個八熊七來, 汽車股前景又怎樣看呢? 吉利是這麼多隻汽車股當中呢, 最受政策保育的了, 因為呢, 退稅10個%減到5個%呢, 是給一些低碳排放的汽車, 吉利是大部份都是這些汽車, 所以呢, 它的燒程呢, 是這麼多隻當中最好的, 那你看它的股價由兩個幾, 已經升到上四個幾了, 不過這個輪差不多了, 如果反彈了50個%的吉利, 那麼, 汽車業呢, 可以這樣說, 未必會是太過受到衝擊, 因為每年落地的汽車有二千幾萬台, 還有汽車不同房屋, 你住五年、住十年、住十五年, 那層樓子會越來越貴的, 汽車行了十年、八年呢, 差不多了, 就非是, 那些低碳排放的國產車, 你行到七、八年, 就差不多了, 它就要換了, 所以它的燒程呢, 應該可以保持得到, 不過過往呢, 它出口俄羅斯呢, 是很理想的, 但是現在俄羅斯的路口大跌了, 所以出口那邊又差了一點, 但是比起其他幾隻汽車股來說, 它已經算是不錯了, 但是現在這分鐘, 反彈了50個%, 我想暫時等等比較好些, 看下市五月份, 到底怎樣行動? 好, 五號仔會行, 十一個百, 暫時股價, 那五十六到二有貨, 要不要沽了去呢? 老老實實, 我相信我, 就算我要沽你, 都不會沽的, 你是不會沽的, 我身後我自己都很會紅, 但是我不是特別看好它, 我一買完它就跌到現在, 還未升過, 如果我買完之後, 我知道它會跌到四十五元的話, 我一早就走了, 不過呢, 我初初買一萬, 接著我再慢慢買, 買了五萬股, 但是呢, 一穿了六十五元, 我就減減減減減減, 只剩定一萬股, 唉, 始終就是, 算了, 都不會跌到去哪裏, 結果那萬股就是去哪裏, 坐到現在, 人家說, 再坐一會, 我才不知道那一會已經坐多久, 那我七十幾元都是這樣坐, 你五、五、五、六元就給我坐, 但是要叫你走, 你都不會走的, 知道剛天確實, 就有三百八席, 雖然升了很少, 但是二百七十六元有貨, 要不要沽了它呢? 唉呀, 這些問題呢, 其實呢, 就算我說要沽你, 也是不會沽的, 如果會沽的, 一早沽了, 二百六, 二百五, 二百四, 二百三, 二百二, 二百元, 段段都可以沽, 你買到一百六十元, 你都不沽, 現在回到二百元, 你問我, 我不可以沽, 你只是把你的問題交給我, 你不要把你的壓力給我, 才可以的, 二百幾十元買完之後, 你不沽是你的責任, 你不要把這個責任給我, 才可以的, 第一, 又是說呢, 已經錯失了, 不過理性止蝕的位, 其實二百七十幾元買, 第一股跌到下去, 二百多元, 它反彈過上二百四的, 大家記不記得, 反彈過二百四, 才會再下, 你要止蝕, 在那裏止蝕, 股份有時候, 蝕錢走當然是痛, 你不懂壯蝕斷臂, 就斷兩隻臂, 再不然就被人還腰斬, 還死, 不過來到現在這一分鐘, 我始終以為, 就算我叫你沽, 我好, 都是要沽的, 郭瑞說, 都是要沽, 星期一開電視, 扭著它, 升兩元又不沽, 跌兩元更加不沽, 都是不會沽, 不過不要再加熱了, 好啊, 接著就是中刊, 三九八八, 股價三放一毫七, 可不可以炒一下上落呢? 啊, 為何不炒上落呢? 輸一毫子, 走贏一毫子就走, 為何不炒呢? 其實呢, 炒落銀股呢, 現在最穩陣的, 最穩陣的, 為何呢? 因為呢, 全部宣貨人派息, 還未除淨的嘛, 還未除息的嘛, 拿著貨的那些, 不會說不收股息, 直接扔掉的嘛, 所以就算那市怎麼下呢, 他們反而都不能下, 或者這一陣, 也都沒怎麼升過, 再說, 啊, 跌穿三元我走的, 你輸了都是那一毫子, 有多少呢? 相反來說, 如果有少少追息啊, 或者是搶息啊, 買盤的話呢, 不排除有十八甲, 給你走得到的嘛, 反而我覺得呢, 就可以炒一炒, 不過說真的, 又不會有太大驚喜的, 真是, 因為呢, 內媒人那盆帳呢, 始終真的有些問題。 好啊, 750, 興業太陽能, 暫時那兩國八毫六, 三個三毫四有貨, 正面就輸了少少的, 應該怎麼做呢? 可以指示, 做到指示了, 氣候過了, 你看看整個新能源的板塊, 不只是輕月輕月, 不知是四十五元跌下來的, 不要因為它跌得多, 而貪便宜買, 是因為呢, 整個行業的估值呢, 早時是不理死哪個月高, 但是來到現在這一刻呢, 我相信呢, 氣氛不在的了, 不過兩個幾三元, 我都成年是比較低的, 你壓不壓得到呢? 如果壓得到就算數了, 不過痛的是你, 不是我, 我說得很輕鬆的, 真真正正的, 你壓不壓得到, 是看你自己, 有沒有環境呢, 現在這一分鐘, 不要再加了, 如果壓得不是太多貨的, 那就算了, 十四個幾個月下來的了, 沒有十元一股, 你真是挺醜的, 好啊, 接著四零五入月秀, 那它就講它是長者來的, 那這隻呢, 可不可以拿來長渣, 還是值得買呢? 它呢, 在廣州呢, 就有很多那些商場, 白馬商場, 那些月秀廣場來收租的, 那前兩年呢, 就將那個廣州的IFC, 是註埋下去的, 其實收租呢, 是很穩定的, 如果你是退休人士, 你是長者, 你不想承擔太多的風險, 其實呢, 房拓基金呢, 是一個選擇, 那或者是公用股啦, 或者內地的公路股啦, 都是一個可以選擇的投資, 不過呢, 就部分會比較慢, 通常這類股份呢, 跌市的時間呢, 它的股價不會跌得太多, 甚至乎會比較硬正, 因為呢, 它是跌市的避風狂, 但是跌回頭, 當市呢, 有機會上的時間呢, 它們跑輸大市的, 真的跑輸大市, 因為它的增長是會比較慢的, 可以買, 不過就不要負責大家充氣, 好, 跟著就是人秀, 2628, 26元, 有重貨, 現在最新股價18元, 060元, 重成怎樣呢, 你是不是整個身家買了下去, 做了孖展啊, 90, 新的一分錢都沒有呢, 如果是沒有的, 你都不用問我啦, 當然是要沽啦, 是吧, 但是, 如果你說26元幾, 買完之後, 去到25, 24, 23, 你看著A股這樣跌, 你都不懂得理性去減榜呢, 而你自己說, 這麼重的話, 只是兩個原因, 第一, 因為40元跌下來, 那26元很便宜, 第二, 買完之後就跌了, 你不捨得走, 你不捨得走, 同隻股份會不會繼續跌, 是兩件事來的, 現在這一分鐘, 暫時, 受險股, 沒有太多的爆炸性, 況且第一季的投資收益, 不量例, 第二季我覺得都不行, 要看到第三季, 所以, 有個心理準備, 它的股價是會持續反覆太遠, 你找得這麼重的, 我只能夠跟你說, 現在輸了八元一股, 本來輸兩元一股, 你可以走, 輸三元一股, 你可以走, 你偏是不走, 現在輸到八元一股, 你又將問題交給我, 如果我, 來講呢, 如果你真的整個身家都放下去, 起碼要走四元一, 你今天不走的話, 多跌三元的時間, 你也是會走的, 只會輸多三元而已, 對不對? 有眼光, 好啦, 今次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議長,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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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